第1175章 煎熬 崇祯皇帝此时才刚到扬州 便收到了包头巡抚杨四昌的禀告 于是 他万分抱歉地通知田贵妃 不好意思 这次扬州探亲之旅要取消 他必须得立刻赶往京师 处理紧急事务 田贵妃听了 不但没有一丝不高兴 反而非常赞成 崇祯皇帝要以国事为重 只是要求 下一次一定要陪他回扬州一趟 崇祯皇帝 自然想都不想 就答应了 此时他的心思 已经全在北方了 自从辽东被收复 满清被灭之后 大明北方已经没有敌人 大明的重心 其实是转到了 藩王封建海外这个国策上 重点则是南阳 就目前的形势来说 安南 南长 吴歌 甚至和末沃尔王朝都有战事 而再远一点 吕宋也已经被打下 接下来的大概率大战 就是南阳和西方殖民者的战事了 但是 这些南方的战事 都是以南方军队为主 这个时代 要是调北方军队 前往南阳这边的话 不要说和敌人打仗 光是水土不服的非战斗检员 就不是大明能承受得起的 这也就是说 大明以前重点建设的军队 也就是九边重镇的军队 基本上就成了摆设 丢在那里闲着了 这个 并不符合大明的国家利益 军队要是不打仗 就算平时再有训练 战斗力都会衰减的 因此 崇祯皇帝也一直想给北方军队找事干 因此 他还特意埋下了魏拉特蒙古的伏笔 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就有了回报 不趁这个机会 让北方军队动一动 就亏了那么多军饷了 不过北方军队一旦大规模出战 那就不只是军饷的消耗了 因此 崇祯皇帝必须先算一算这个出战的成本和收益 看怎么样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 崇祯皇帝在聊天群中 当机立断地吩咐杨四昌道 魏拉特蒙古乃是镇之藩属 如今遭遇危难 镇绝不会置之不理 亲切派人联系鄂齐尔图汉 告诉他 大明立刻整军备战 救援魏拉特 只是大军开拔 还需前两军队调拨 需要他再坚持一二 等待大明军队到达 杨四昌得到这份旨意 不由得大喜 总算有了获取军功的机会了 就不信了 这次往西出兵 还会没有自己这个包头巡抚的份 正在这时 崇祯皇帝又补充道 鄂齐尔图汉身负重伤 可速来大明 正派遣最好的御医去草原 为他医治伤势 在吩咐完这些之后 他又立刻通知九边重镇的巡抚总督 清点可用人马和钱粮 并同时也通知内阁首府温体人 让他也清点朝廷的钱粮 他要知道 以目前朝廷的能力 能支持大明在北方发起多大的战事 虽然此时没有准确的数据 不过崇祯皇帝心里 其实也有点数 这几年 大明开海 有冷面阎王孙传廷的主持 所收税 赢都抵得上以前的国库总收入 甚至还要多了 而在南方发动的战事 则多适用了各地藩王的钱粮 朝廷付出的内容并不多 但是 好处却有很多 不但藩王所占的大批粮田 在经过拍卖之后 不影响组织的情况下 成为了税收田 更为重要的是 藩王兴建 分流了大量的灾民和流民 减轻了大明内部的压力 原本历史上 最终压垮大明王朝的民乱 自从陕西流贼被镇压 藩王封建启动之后 就压根没有形成什么气候 极大的缓解了大明的财政 也让大明各地的民生 碾遭破坏 另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好处 就是藩国兴建 又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的流通 大明王朝隐藏在民间 被藏在地窖中的银两 也被调动了起来 参与到了商品生产 流通和藩国的建设中去 这个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好处 在短期内还不明显 但对于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来说 已经确信 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必定会带动大明的经济腾飞 在这方方面面的好处下 崇祯皇帝有理由相信 他想要在北方打仗 应该不缺钱 不过粮食倒是一个问题 为此 他又重点向他的臣子 比如规划总督洪成仇 历部尚书徐光启 询问了有关高产作物 在这几年的推广情况 具体的数据 他在金师召开御前会议之前 一定要拿到 不说崇祯皇帝 风风火火地赶往金师 就讲在包头这边 杨四昌得到皇帝的旨意后 便立刻请回下去休息的 威拉特蒙古使者 转达了大明皇帝的意思 这威拉特蒙古使者一听之下 顿时喜极而起 要知道 此时是威拉特蒙古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大明此时伸出援助的手 比起其他任何时候 都要显得珍贵了 这个时候 这名威拉特蒙古使者 真是万分感激顾史汉 正是由于顾史汉 有先见之名 力排众议 交好当时毫无联系的大明 结果 在这关键时刻 得到了最宝贵的帮助 如此一来 相信有大明的出兵 还有顾史汉的回源 威拉特蒙古 这次肯定能渡过难关了 这名威拉特蒙古使者 如此想着 心中激动万分 同样也想让自己的族人 能及时知道这个好消息 便在杨四昌的帮助下 派了他的随着 领着杨四昌派出的使者和护卫 日夜兼程 赶回去报信了 目送着送信队伍的远去 威拉特蒙古使者 虽然自身因为身体原因 没法回去见到大汉 但他却能想象到 大汉获知这个好消息后 会多么的激动 天山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 位于欧亚大陆腹地 全长约2500千米 南北平均宽250至350千米 最宽处达800千米以上 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 也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 和全球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 天山上 常年积雪 无论春夏秋冬 积雪融化所形成的淡水 养育了天山周边的所有一切 自然也包括了 在这周边的魏拉特蒙古 而此时 魏拉特蒙古遭逢大难 不少魏拉特蒙古的各部族人 都躲进了天山 才逃过了一劫 这其中 就包括和朔特部的一些头领 包括他们的汉王厄齐尔图 他们实在没想到 竟然会遇到这样大的劫难 一时之间 人心惶惶乃是在所难免了 厄齐尔图汉 当了一年多的汉王 自然也历练出来了 他见到这个情况 心中虽然同样很惶恐 但表面上却不会表现出来 每次昏迷醒过来之后 就安慰他的族人 我们魏拉特蒙古 不是没有遭遇过劫难 以前一样 有被卡尔卡蒙古打败过 可最终 我们不是一样 把他们打回去了吗 你们放心 本汉已经向 舒汉和大明都派出求援使者 相信很快就有援军 会赶来的 你们要有信心 就算大明太远 派兵无能为力 可舒汉那边血浓于水 是肯定会领兵回来救援的 舒汉带走的 是我们魏拉特蒙古的精锐 而舒汉又所向无敌 大家只要耐心等待 我们一定会有报仇的那一天的 每次 厄齐尔图汉从昏迷中醒来之后 就不断地安慰他的族人 这让他的族人 都安心了不少 因为 他们觉得 厄齐尔图汉说的没错 慢慢地 魏拉特蒙古中 其他几个部族的人也找了过来 消息便都会总到了厄齐尔图这里 魏拉特蒙古 以荷朔特部和准格尔部实力最强 因此 这一次遭遇突袭 也是以这两个部族 承受了最大的打击 其中 准格尔部因为处于最西边 和沙俄接壤 那些沙俄人 对于魏拉特蒙古人来说 是真正的赶尽杀绝准格尔部 损失也是最为惨重 族长头领 几乎全灭 唯有一些没有集结过冬的小部分牧民 得以逃脱 情况非常地不乐观 每一次有新的族人到来 随之带回来的消息 也必将让所有人的士气低落一分 在这种情况下 身为大汉的恶齐尔图 不得不再次重复他的话 来鼓励他的子民 不要放弃希望 等待援军 东山再起 报仇雪恨 而他自己的情况 也是时好时坏 经常有昏迷 每次恶齐尔图醒过来的时候 都会问边上的人 说汉有消息了吗 大明那边有消息了吗 沙俄和卡尔卡人现在 怎么样了 走了吗 我们又有多少族人被杀 有多少族人逃回来了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恶齐尔图很少能听到好消息 禀大汉 故事汉那边还没有消息 大明那边也没有消息 大汉放心 他们肯定能来的 只是太远了 还需要时间 沙俄和卡尔卡 这次似乎铁了心 要把我们灭族 卡尔卡诸布 把我们的牛羊都抢走了 女人和地狱车员的小孩抢走了 其他人都被他们杀了 沙俄还是那样灭绝人性 不但抢走牛羊 而且连女人和小孩都杀 婴儿都不放过 如今只是陆续逃回一些族人 杜尔伯特布和图尔护特布 都有人逃回了 不过他们的部族损失也大 听到后来 恶妻尔徒都不再问了 因为他知道 形势非常恶劣 问多了 只会等到更多的坏消息 更影响族人的事情 于是 到了后来 恶妻尔徒醒过来之后 便强撑着 开始巡视自己的族人 他甚至都站不稳 需要自己的轻位 扶着 才能勉强巡视 就在天山的这个峡谷之中 到处都有了恶妻尔徒的身影 查看受伤部族战士的伤势 安慰他们 甚至还要挤出自己用的伤药 来给受伤的这些部族战士 虽然部族战士 最终都不会接受这些伤药 可恶妻尔徒的好意 却赢得了他们的忠心 仓促逃入这个零食的庇护地 缺吃少穿的 恶妻尔徒就尽量均匀一些吃的出来 让亲卫分给那些族人 对于那些亲人死伤惨重 或者下落不明的 他也尽量安慰 他的一举一动 让整个峡谷都暖了起来 这些魏拉特蒙古的幸存者 都非常感激 他们也心疼大汉 让他去休养 不要再这样操劳了 但是 恶妻尔徒拒绝了 他对劝告他的人说道 我是大汉 部族突然遭此突袭 损失惨重 就是我的责任 如今这种状况 我又怎么可能安心养伤 我曾发誓 我要带魏拉特蒙古 走向辉煌 这个誓言 我始终记着的 你们放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会为此努力 这次挫折 是长生天给我们 魏拉特蒙古的考验 只要我们能挺住 等到我舒汉领兵回来 就是我们反攻之日 我再次发誓 我会让那些凶残的恶狼 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 这个时候的恶妻尔徒 很固执 有的时候 巡视着的时候 伤势又发作而晕了过去 可是 等他醒过来之后 他又继续巡视 鼓励族人 还真别说 慢慢的 峡谷内就不再被悲伤的气氛 所笼罩 许多人都坚强了起来 就犹如一只只狼 只是在舔着伤口 等待着他们的狼王 带他们出去复仇 时间慢慢的过去 聚集的族人越来越多 其他几个峡谷内躲着的族人 也都和这边联系上了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等待着援军到达的时候 一起杀出峡谷 杀出天山 报仇血恨 或者是恶妻尔徒年轻 或者是恶妻尔徒够强壮 他昏迷的次数 终于慢慢的减少 精神也一天好过一天 虽然伤势没有完全好 可却看到了好的苗头 这让魏拉特蒙古的族人都很振奋 他们相信 在恶妻尔徒的带领下 一定会像去年那样 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 这一天 恶妻尔徒正在寻查 忽然 廖旺绍禀告说 有快马往这边来 看样子 好像是信使回来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激动了 恶妻尔徒更是兴奋 他憋了很久了 这一次的耻辱 终于要到报复的时候了 他甚至都有点等不及 就往峡谷口而去 而廖旺绍那边 也不时把消息传达过来 没有敌人发现 一切安全 确认是信使回来了 看清楚了 是前往故事汉处求援的信使 一次次第消息 都是振奋人心 恶妻尔徒在这么多天之后 脸上难得有了笑容 握着拳对身边的人说道 雪毕竟浓于水 我舒汉听到消息 就立刻派人回来了 传令下去 让所有的族人做好准备 看舒汉需要我们这边怎么配合 我们就怎么配合 杀光卡尔卡人 杀光杀恶魔鬼 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终于要到了 当厄切尔徒领着族人到达谷口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看到 峡谷的哨兵陪着几个人匆匆而来 这时候 已经看得清楚 由哨兵陪着的人 就是自己派去舒汉那求援的信使 可是 当他们看清信使的表情时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沉 因为信使的表情非常的凝重 甚至还有悲愤 厄切尔徒的心也沉了下去 这一刻 他心中立刻想了很多 难道是找不到舒汉 无功而返 或者 该不会是舒汉出师不力 损失惨重 而没法回原了吧 又或者 正在和敌人大战 无法抽身吧 只是短短的一刻 厄切尔徒就想了好多 而匆匆过来的信使 自然也看到了 大汉在等候他 他心中自然知道 大汉渴望的是什么 心中不由得更为悲愤 快步到了大汉面前 他一下跪倒在地 脑袋一下 磕在草地上 异常悲愤地禀告道 大汉 小人无能 没能求来援军 什么 听到这话 许多人确认了心中的猜测 但还是发出震惊的声音 他们的心中 是非常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 厄切尔徒的身体 也是晃了晃 毕竟顾史汉的援军 是他心中最大的期待 是他最大的依仗所在 他不等使者说完 就立刻严肃了脸追问道 怎么回事 没找到我舒汉 又或者 是舒汉打了败仗 总不可能是舒汉全军覆没了吧 还是 听到他的猜测 信使忽然猛地抬起头来 有点无理地打断了厄切尔徒的话 带着愤怒 几乎是吼着说道 大汉 都不是 他的这个回应 让厄切尔徒愣了下 其他人也都立刻安静了下来 全都看向他 脸上微微带着震惊 不知道信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没有人追问 就听到那信使仰头 看着厄切尔徒 继续用悲愤的声音禀告道 小人日夜兼程 终于追上了顾史汉 把大汉的血书 递给了顾史汉 并且把我们威拉特不足的情况 也都说了 可是 可是 信使连续说了两个可事后 才终于又说出了下面的话道 顾史汉说 他刚打败噶玛王国 藏巴汉仓皇而逃 他眼下正是大好时机 能一举夺回拉萨 如今这个时候 他没法回原 一听这话 厄切尔徒的脸色白了白 不过又马上猛然大喊道 难道你就没有把我们的处境说清楚吗 你 大汉 小人说了 小人全说了 哀求顾史汉回原 可是 信使跪在地上 悲愤地说道 顾史汉还是说 他要先平定噶玛王国 第1176章 对比 厄切尔徒听得直接呆了 站那里一动不动 而他身边的那些人 则一个个反应非常大 不过都是盯着信使 七嘴八舌的质问 肯定是你没说清楚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等不起啊 那些恶狼肆虐 每一天都有族人被他们发现 被他们屠杀 你没说吗 这不是以前的战士 这是灭族之战 他们没有人性的 你有没有说 越是期望 失望就越大 他们这些人反应如此激烈 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信使其实非常疲惫 用最快的速度 把消息送回来之后 已经有点挺不住了 此时见到这么多族人 全都埋怨他 忽然就见他一跃而起 拔出自己的腰刀 悲愤地说道 我已经把情况都给顾史汉讲了 甚至为了求顾史汉回援 我都是网言众里说 要是不立即回援 我们威拉特很可能就会除名 可是顾史汉 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说 要是威拉特真是因此除名 那也是威拉特的结束 说到这里 他扫视下所有人 决然地说道 消息已经带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不要再有期望 想想后世吧 你们要不信 我便以死明智 拿我这条贱命 希望你们相信我 及早打算 说完之后 他没有犹豫 便想横刀自吻 正在这时 呆滞中的恶奇尔图 忽然大声吼道 够了 我信 我相信 你说的都是真的 他的这身后 镇住了所有人 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站在身后的手下 其中有几个人明显不甘心 期待好的援军 希望能打败那些凶残的敌人 报仇血恨的愿望 竟然都落空了 他们不甘心啊 掌口欲言 还想再试图说上一说 说不定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正在这个时候 恶奇尔图眼角泪水流下 仰天大喊道 血是浓于水 可今天 我明白了 还有东西 比血还要浓 他不回来了 他肯定是不回来了 要不然 也不会急急 领着那些和他一样虔诚的精锐走了 说完最后一句 他的身子晃了晃 便晕了过去 亏得身边轻微眼疾手快 一下便扶住了他 这个时候 顾史汉那边没了指望 所有人的唯一希望 都寄托在恶奇尔图身上了 要是他有个意外 那群龙无首 魏拉特蒙古 真的要出名了 一天之后 恶奇尔图才缓缓地醒过来 不过很明显 他的精气神变得很差 周围的人 一下围了上去 他们已经得知 顾史汉不回原这事 对恶奇尔图汉的打击很大 伤势恶化了因此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忧色 大汉 大汉 面对一张张观星的脸 恶奇尔图缓缓地记起 自己昏迷前的情况 不由地重新闭上了眼睛 他的眼角 再次溢出了泪水 看到这个情况 他身边围着的这些 便又赶紧劝开了 大汉 我们会挺过去的 没事 对 大汉 就算故史汉不回原 也没关系 那些恶狼肆虐久了 总会离开的 我们到时候 再召集散落的族人 重新开始 总有一天 能报仇血恨的 恶奇尔图听着他们的劝说 又再次缓缓地睁开眼睛 缓缓地说道 这一次不同 那些恶狼 这次竟然不顾马 要养镖 不管牛马羊 这个放牧的好时候 突然来袭 他们见人就杀 老弱妇孺也不放过 这已经说明 他们冒着如此大风险 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这个道理 围着的这些人 何尝不知道 这一次 敌人的凶残 远超以前 这已经不是部落之间的吞并战 而是真正的灭族之战 他们都没敢告诉恶奇尔图 在昏迷的时候 又有坏消息传来 他们不敢再给我们威拉特机会了 否则的话 我们在大明的支持下 总有一天 会把他们都吞并掉 恶奇尔图这个时候 似乎脑子格外地清楚 缓缓地说道 他们怕了 他们恐惧了 只要再有几年的时间 我们威拉特将变得无比强大 他正说到这里 忽然有一名手下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甚至都不顾上下尊卑 打断了恶奇尔图 插嘴欣喜地说道 大汉 我们还有援军的 大明啊 我们不是向大明也求援了吗 大明皇帝一直对我们不错 说不定会派出援军的 一听这话 周围围着的好几个人 都不由得点点头 露出惊喜之色 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连忙附和了起来 对啊对啊 大汉 我们还有援军的 大明皇帝都能开放精英 言传身教给我们最好的训练方法 大明皇帝乃是心怀天下的天克汗 他会派兵来救援我们的 对啊 大明皇帝还卖给我们军国重器 要是不重视我们 他还会卖给我们吗 听说大明皇帝以前在朝鲜翻国 被窝国快要灭国的时候 不也是派了大军 硬生生地把朝鲜从灭国的边缘救了回来 把窝寇赶了回去 对对对 大明皇帝仁义无双 说到后来 厄奇尔图汉身边围着的人 不由得一个个都振奋了起来 好像他们越说越对 紧紧地抓住了 这根救命稻草 然而 厄奇尔图却还是一脸悲容 挣扎着 在轻微的帮助下坐了起来后 看着他们缓缓地摇头 声音带点悲凉地问道 是故事汉清 还是大明皇帝清 以前的时候 他一直称呼书汉 可此时 不知不觉间 他已改口为故事汉了 他的这个问话 虽然声音不大 可却一下说的 边上的人都压口无语 场面一下 安静了下来 故事汉都有理由 没法赶回来 难道大明皇帝 还能立刻派出援军 厄奇尔图似乎努力 压抑着心底的情绪 继续说道 朝鲜 就在民国金师附近 而且 朝鲜世代陈属大明 大明皇帝 去救 也是能理解 而我们呢 以前可是大明的敌人 臣服大明 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而已 这能一样吗 所有人听着他说话 一个个沉默不语 还有 朝鲜离大明进 派出援军的代价 也小 只要一路杀过去 最终都能把倭寇赶回去 但是 我们这边呢 草原广阔无边 要想消灭赶走敌人 有多难 就不用我说了吧 厄奇尔图说到这里 似乎有点费力 停了一下休息一会 他周边的人 依旧沉默不语 可这时候 已经没有人兴奋了 因为他们明白 大汉分析的很有道理 似乎是为了彻底打消 他们不撤实际的妄想 厄奇尔图在缓了一会神后 还继续说道 再说了 大明在辽东 还有剑鲁那个大敌 虽然大明接连打胜仗 可要是这个时候抽兵吸尽 万一给了剑鲁死灰复燃的机会 你们说 大明皇帝 能承受得起这个可能的结果吗 他说完之后 没有人在说话 他周边的人 一个个低头不语 脸上或多或少都带了绝望 厄奇尔图看到这里 心中再次叹了口气 同时也试图想振作起来 就提高了点声音道 不管怎么样 眼前的绝境 还是要我们自己 他想说 最终谁也靠不住 只有破釜沉舟 才可能渡过这个难关 可刚说到这里时 他心中有个声音 就已经回答他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靠自己 就能渡过难关 这么一来 他就感觉心头一疼 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难道 难道威拉特 真是要除名了吗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动静有点大 听到这个声音 顿时 厄奇尔图和他身边的人 都是一惊 难道是那些恶狼 找到这里来了 又或者 是躲在什么地方的族人 又被那些恶狼发现 杀了后示威 反正他们想着 就没有一件好事 这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 自从被突袭之后 就几乎没有听到过好消息了 人还没到 有声音却传来了 带着惊喜 大汉 我们有救了 大汉 我们有救了 隐约听到了声音 却又让恶奇尔图身边的人 不敢相信他们互相看看 都有点怀疑 是否是自己听错了 故事汉不回原 大明也不可能来救援 还能有救 总不可能是天上调救兵下来吧 可越来越近之后 听得就更清楚了 他们确实没听错 甚至还听到了一些惊喜的声音 传递着一些信息 是有援军来了吗 快快让开 不要挡着 使者的路 大明万岁 听到的这些话 让恶奇尔图 以及他周边这些威拉特 仅存的头领都大吃一惊 好像 好像是大明使者来了 这不可能吧 民国京市离得那么远 怎么可能这么快有回应呢 许多人的心中 冒出这个想法 便再也待不住 纷纷站了起来 想要迎过去看个究竟 然而 还没等他们迎过去 就见 一名恶奇尔图的亲卫 满脸惊喜地冲了过来 大声禀告道 大汉 大明使者道 话音刚落 没等这些头领有反应 就见有几名汉人 在一群族人的簇拥下 已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一看到这 恶奇尔图和其他人 几乎都呆住了 他们没想到 在威拉特部族最困难的时候 竟然看到了大明使者 出现在了眼前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还很疲惫 应该是日夜兼程赶过来的 为首的 那位大明使者 正是以前和 威拉特有联系的斑点 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的恶奇尔图 顿时眼睛一亮 快步上前 欣喜地说道 大汉没事 真是太好了 这个时候 恶奇尔图仿佛忘记了自己的伤病 眼睛就盯着斑点 那眼神犹如实质一般 带着希望 又带着一丝忐忑问道 不知班大人敢来 可是带来了好消息 他这话一问出去之后 所有人都立刻安静了下来 全都静静地看着斑点 他们此时也犹如他们的大汉一般 带着希望 却又有忐忑和惶恐 他们此时非常害怕 这位大明使者说 威拉特太远了 大明实在爱莫能助 此时 这里不只是恶奇尔图和其他首领 那些尾随大明使者过来的威拉特人 全都没有离去 围成了一圈又一圈 没有说话 没有任何动作 现场 只有峡谷的风声 还有他们那粗重的呼吸声 斑点已经到了恶奇尔图面前 其他首领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就在万众瞩目之下 斑点双手向上一抱拳 而后神情认真 严肃地说道 我大明皇帝正在江南巡视 文豹立即北上返回京师 同时令朝廷和九边重镇备战 准备救援 听到这话 斑点周边所有的威拉特人 里三层 外三层 他们的脸上 全都露出了狂喜之色 只是这个时候 大明使者还没有讲完话 他们努力压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没敢打扰大明使者 斑点看着恶奇尔图 露出一丝关心 继续说道 本官奉圣命赶来 一是要了解卡尔卡蒙古 和沙俄的兵力 战力等情况 如此才能决定救援相关事宜 这是应有之意 如果什么都没问 就直接派兵 要么是敷衍 要么是来送人头 大规模出兵 乃是军国大势 必须要考虑周全 这一点 所有人都知道 恶奇尔图连连点头 听到这些 他是确信了 民国救援的诚意了 不过 斑点还没有说完话 他就只好忍着 皇上还得知 大汉身负重伤 因此 已派御医赶赴包头 如果大汉不方便 等御医到达包头之后 杨忠成会派人护送御医 前来给大汉救治 原本很多人的心中 都憋着很多话 就想等着 大明使者说完之后 说出来的 可此时 当他们听到 大明使者说完之后 却又多鸦雀无声 没人有说话 此时的他们 感觉到了来自 大明皇帝 浓浓的关怀之意 尤其是 和故事汉那边一对比 大明皇帝这边 更是难能可贵 这一刻 厄奇尔图同样如此 他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那个年轻的 大明皇帝样貌 他回忆起 自己第一次 见到大明皇帝的时候 那来自大明皇帝的 亲切问候 当自己学成 要回归威拉特的时候 大明皇帝 又是亲切交代 忽然 恍惚之间 厄奇尔图的脑海中 大明皇帝的身影 和以前的故事汉身影 似乎在重叠 一会是大明皇帝的笑容 一会是故事汉的面容 最后 这道身影就定格成了大明皇帝 回过神来 厄奇尔图在众人瞩目之下 忽然说出了出人意料之外的话 还望班大人转告陛下 我威拉特部 如今死伤惨重 无力负担大明援军的军需物资 要是大明 大明皇帝如此好意 厄奇尔图也绝不做小人 有些困难 他必须当面讲清楚 虽然 他怕大明援军因此不来 可不说出来 大明对威拉特如此之情 威拉特也绝不能辜负了 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班典就笑着说道 大汉无需担心 陛下知道威拉特如今的困难 我大明出兵 自然是自愁前良 这些不是问题 听到这话 厄奇尔图松了口气 不过他立刻想起一事 便又连忙说道 卡尔卡部族和沙俄联军兵力不少 大明出动兵力多的话 那辽东怎么办 万一因为我威拉特 让辽东的剑弩 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 我威拉特如何能对得起皇上 对得起大明将士 草原人确实凶残 可草原人也很淳朴 威拉特部的这些人 在这个绝境的时候 特别是在故事汉的对比下 感受到了大明的后代之后 他们反而替大明担心了起来 因此 在厄奇尔图问出话之后 除了很小一部分人 埋怨他们的大汉 这个时候不应该提这个 其他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都盯着斑点 想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 他们这些人 是希望大明来救 可也不想 大明为了救威拉特 大明自己 多了不该有的处境 谁知斑点听了 却是笑了起来 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自豪 不过他也知道这时候的场景 可不适合他笑得太长 因此 很快便压制了笑一道 大汉无需担心 去年秋收之前 我大明皇帝御驾清征 已经剿灭剑弩 收复了整个辽东 什么 厄齐尔徒一听 简直有点难以置信 皇上御驾清征 把剑弩都给剿灭了 要知道 剑弩崛起白山黑水之间 鼎盛的时候 整个辽东都被他们攻下 打得林丹汉闻风而逃 东部蒙古 不管部族大小 全都臣服于剑弩 甚至连他们西部蒙古 都听说过剑弩的威名 在厄齐尔徒看来 虽然明军已经多次打赢了剑弩 可要是想消灭剑弩收复整个辽东的话 至少还要几年时间才行 可如今从班典这里听到 大明皇帝再去年就御驾清征 把剑弩都给剿灭了 这真是让他难以置信 那个年轻的皇帝 竟然如此厉害 第1177章 羡慕 此时 不要说恶齐尔徒了 他的那些手下 不管对剑弩的强悍有没有认识 他们只从一点上 就能感觉到大明皇帝的厉害 中原王朝中 如果有皇帝御驾清征 还能凯旋的 这种情况一般非常少 足以说明这个皇帝的厉害 也因此 他们顿时都对大明援军充满了信心 然而 厄齐尔徒却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有点犹豫 似乎有点难以说出口 倒是班典看出了点什么 便问厄齐尔徒道 大汉 您还有什么顾虑吗 刚才 厄齐尔徒为大明考虑 担心大明出兵 影响大明自己的事情 这让他对厄齐尔徒的好感多了一些 厄齐尔徒见问 牙齿一咬 便再次问道 您可能不知道 本汉分别向顾史汉和皇上求援 可顾史汉却觉得有其他事情更为重要 不能第一时间过来 大明离得那么远 皇上还在江南 肯定是有事情 但却第一时间返回京师 第一时间决定要救援我威拉特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似乎还有点介意 这样的事情发生 血浓雨水 却不如一个外人 其他人听到这话 兴奋的心情也冷了不少 厄齐尔徒此时的心情 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心情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反而是没多少期望的 却带来了希望 班典之前 倒是不知道顾史汉的事情 此时一听 看着厄齐尔徒的神情 在扫视周边的威拉特人 也能理解他们此时的心情 便只是静静地站着 等待着厄齐尔徒调解心情后 继续说话 过了一会 厄齐尔徒才继续低沉地问道 敢问班大人 皇上如此不顾一切 为我威拉特 不知道图什么 凡是总有一个因果 厄齐尔徒不相信 大明皇帝比顾史汉还热心救援 会没有他自己的目的 听到这话 厄齐尔徒手下的不少首领 都有点意外 他们看向自己的大汉 心中有点责怪厄齐尔徒 这个时候 适合问这样的话吗 大明出兵救援 花了很大的代价 肯定是有什么图谋 可威拉特不足 这个时候 有的选择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揭穿了大明皇帝的目的 又是 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那大明皇帝的脸面何在 搞不好 万一大明皇帝恼羞成怒怎么办 要知道 中原王朝的皇帝 对于面子 可是出了名的在乎 而其他一些首领 和大部分底层的威拉特人 则有点好奇 对啊 按理来说 此时的威拉特不足 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大明皇帝却对出兵如此尽心 他图的是什么 班典一听厄齐尔徒的话 见到他盯着自己 不由得哈哈大笑道 威拉特蒙古 乃是我大明藩属 如今有难 我大明岂会袖手旁观 听到这话 不少人都不由得庆幸 多亏是向大明进贡了 成为大明藩属 然而 大明的代价有点太大 这似乎是把我威拉特 看成了自己的子民 虽然没有很直接 可他的意思 却不言而喻 大明皇帝 不惜这么劳实动众 比故事汉还轻 该不会是存了念头 想要吞并 威拉特不足吧 他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东部蒙古 现在全部都是大明的子民 而不是藩属关系 而如今大明皇帝表现得 比故事汉还积极 不得不让他怀疑 是不是大明皇帝的目的 就是想借机吞并 威拉特不足 他在问出这个话之后 心中其实也已经有了决定 就算大明皇帝 想吞并威拉特不足 他也没有的选择 与其被卡尔卡不足 和沙俄军队屠杀 那也只有归顺大明 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只是大明这种 趁着威拉特蒙古 陷于绝境之时的吞并行为 心中多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他的手下头领 有不少明白他问的话 心中也同样有点不舒服 可行事比人强 就算大明皇帝真是这样做 他们也认了 谁知 班典听了之后 稍微一愣 却没有出现恼羞成怒的神态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似乎听到了一个 非常好笑的笑话 笑得厄奇尔徒等人 有点莫名其妙 猜不透他是什么意思 笑完之后 就见班典对着厄奇尔徒 带着笑意说道 此时的威拉特蒙古还有什么 我大明皇帝富有四海 还能在乎你们威拉特蒙古 该不会是看到东部蒙古部族成为我大明百姓 朝鲜人成为我大明百姓 就觉得我大明想吞并所有人了吧 不等厄奇尔徒回答 他扫视着周围的这些人 又继续说道 东部蒙古以前和剑鲁勾结在一起 是我大明敌人 但剑鲁并没有给他们带去光明的未来 反倒是东部蒙古各族看到土莫特部族成为我大明百姓 都过上了好日子 才纷纷派人来我大明 祈求我大明皇帝怜悯开恩 想成为我大明百姓 还有朝鲜 后来成为剑鲁的藩属国 却被剑鲁百般盘剥 名不聊生 当我大明军队进攻朝鲜剑鲁时 朝鲜百姓纷纷响应 他们的唯一要求 只是想成为大明百姓 为此 甚至上万名血书 要求成为大明百姓 班典说到这里 忽然问道 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想成为藩属国 而是祈求成为大明百姓不 听到这话 周围底层的威拉特人都睁大了眼睛 看着这位大明使者 而鄂齐尔图仿佛想到了什么 脸色似乎有点难堪 班典也不管他 不等人回答 就又继续说道 因为他们的首领 没有带给他们想要的生活 对比起我大明百姓 他们觉得 成为大明百姓 会远比他们以前的日子 要好因此 他们才会万般祈求 成为我大明百姓 听到这话 想起威拉特蒙古如今的遭遇 鄂齐尔图和他的手下头领 都不由得有点羞愧 而围着的那些底层 威拉特人群中 却不知道是谁 用跌脚的汉语快速问道 大明百姓有什么好的 没有人去看 到底是谁问出了这样的话 大部分人都盯着大明使者 心中好奇 也想听听这个问题的答案 斑点听了 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道 我大明皇帝在去年的时候 曾当着百万子民面前 惊口欲言 说过他的愿望 说到这里 斑点似乎陷入了回忆 缓缓地叙述了起来 朕之心愿 乃是朕之子民 居者有其物 病者有其衣 情者有其业 老者有其德 少者有其学 童年有其乐 独者有其孝 弱者有其住 老者有其养 车者有其味 公者有其心 龙者有其地 伤者有其力 忧者有其容 能者得其用 悦者有其物 学者有其为 这片地方 非常安静 只有斑点的声音 一直在想着 想在每个 威拉特人的心底 能听懂的 听得非常仔细 没有听懂的 也不敢打扰斑点说话 说完之后 斑点扫视他们 看到他们不少人的脸上 露出的羡慕之色 便又说到 规划城那边的情况 相信你们不少人 是看到过的 他们不再发愁 严冬酷寒 不再担心 挨饿受冻等等 而这些 都是我大明皇帝 对大明百姓的恩赐 皇上在实现自己的心愿 不得不说 规划城那边的榜样 还是很强大的 特别是对于草原民族 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汉蒙结合 优势互补 让草原上的百姓生活 不要好太多了 有了这个 规划城的印象 在听到大明皇帝 所说的那些心愿 想想 要是都成为现实的话 那将会是怎么样的日子 就光是想想 就有不少人想呆了 班典扫视着他们 最终目光落在 鄂齐尔图身上 声音大了一点道 我大明已有意诏百姓 皇上为了他们 能过上许诺的那些好日子 日理万机 忙得很了 说句实话 救你们维拉特不足 要什么没什么 我大明皇上 还会在意你们这点人 花大心思 出兵救援维拉特 乃是我大明皇帝 再尽宗主国的责任 班典说到这里时 脸色严肃了一些 带着一丝怒气说道 如果大汉觉得 我大明有其他企图 觉得会借此 吞并你们维拉特 而心怀借地 那本官当会上奏皇上 以解尔等之忧 说完之后 他双手一抱拳 大声说道 如此 本官告辞 说完之后 他转身就走 一见这 顿时 所有威拉特人都慌了 厄气尔图 更是不顾自己的伤势 一下站了起来 大声说道 天使且慢 天使不要动目 天使别走 他的手下 也纷纷跟着出声挽留班典 围着班典的 威拉特不足的人 就生怕班典走了 没有一个让路 反而挤得更紧了 班典见此 便停下脚步 转回身子 看向厄气尔图 厄气尔图刚才的动作 牵动了他的伤势 很是疼痛 不过他看到班典看过来 就连忙解释到 天使息怒 大明皇帝的人德 本汉在京师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刚才本汉口不择言 并非本意 还请天使海量 他的手下头领 也纷纷跟着附和 说着好话 对啊 对啊 大明皇帝人意无双 我们怎么会有怀疑呢 天使误会了 我们威拉特 不是那个意思 班典见此 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缓缓地转头 扫视了一圈 围着他的威拉特族人 看着一双双热切的目光 最后才转回来 看着厄气尔图说道 看到你们威拉特 沦落如此 要是我大明不管 结果如何 本官不忍见之 如此 今日之言 本官就当未听到 否则传回国内 就算皇上不计较 闻五百官一会劝谏 祖大明救援 听到这话 厄气尔图终于松了口气 连忙挤出笑容道 如此 多谢天使宽宏大量 我威拉特感激不尽 他的话刚说到这里 或者是因为松了口气的原因 忽然身体晃了晃 又晕了过去 这一下 又是一阵手忙脚乱 班典看着他们 在救治恶气尔图 便担心地说道 看样子 大汉的伤势很严重 这里救治条件太差 而我大明皇帝 已经派出御医赶赴草原 依本官之见 还是尽快把大汉 送去包头救治吧 边上的人没法做主 至少要等厄气尔图醒了后 等他本人意见才能决定 不过 班典再一次提及这事 也让周围的威拉特族 心中很是感激 大明皇帝仁义至此 而自己这边 却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实在是让人难堪 为了救治厄气尔图 围着的威拉特人都被驱散 随着这些人的散去 大明皇帝的人德 便在整个威拉特人中传了开来 有规划城的榜样 听到大明皇帝的心愿 威拉特族人三五一群 四五一伙的 无不再窃窃私语 带着羡慕 谈论着这事 去年我曾去规划城那边 运过碎发枪 看到过一次 当时我就羡慕了 你看他们的房子 据说再大的雪也压不垮 哎 他们哪 不但是人 就连牲畜都有房子住 那么大的 据说再大的雪也压不垮 是什么水泥 做的房子 而且 他们也不用担心挨饿 那些汉人种了很多粮食 就算万一牲畜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 也不愁没得吃 可不是 据说汉人种植的 不只是古物 还有乱七八糟的好多东西 据说都很好吃呢 平时肉吃腻了 正好换个口味 他们过得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羡慕之余自然就有人动心了 我们威拉特部族 要是能成为大明子明 那该多好啊 这话不能乱讲 小心被人听到 再说了 我们大汉也还可以啊 大汉是还可以 但比不上大明百姓吧 而且如今 你们自己看看 大汉自己重伤 我们族人被杀了那么多 连报仇都不可能 怎么办 对 就算听到又如何 都现在这个样子了 要我说 就该和东部诸部一样 并入大明才好 幸福的生活 人人都向往 如此绝境 就更是向往过好日子 就算那些一心想报仇血恨的 也都想着加入大明 这样才能有报仇的希望 过了约莫半个时辰之后 厄七尔图终于慢慢地醒了过来 他看到斑点就在身边 关心地看着他 便再次表示了感谢 不过能看出来 他连说话都很吃力 厄七尔图有心想多说些 却也无能为力 便只好吩咐身边的首领 让他们去给天使详细解说 当前威拉特部族面对的形势 还有喀尔喀蒙古部族 和沙俄军队的情况 听着边上传来的解说 还有天使般大人时不时地询问 厄七尔图睁着眼睛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上方 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有一会 他的眼睛湿润了 不过最终没有流出眼泪 又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之后 斑点已经全部了解了 威拉特部族面临的形势 和当前敌人的情况 他沉思了一会 便郑重地说道 好 本官都了解了 说完之后 他来到厄七尔图面前 先一步 按住厄七尔图 不让他起来 然后关心地说道 大汉 安心静养便是 情况 本官都已经了解 现在便立刻传讯给皇上 不过有关卡尔卡部族 和沙俄军队的进一步情况 还需要大汉这边 派人再去详细探知动向 说完之后 他转身对身边 跟着的一名随从道 马上联系皇上和总督大人 本官有本上奏 是 那名随从答应一声 大人随时可以联系 听到这话 厄七尔图不由得眼睛一亮 他不由得吃力地问道 这位可是锦衣卫的人 斑点一听 点点头回答道 路程太远 陛下担心大汉安危 特意从总督府 调拨了这位锦衣卫过来 具有神通的场位 厄七尔图之前是知道的 不过他知道 具备这种能力的场位 人数很少 他没想到 皇上为了他 竟然不惜这么珍贵的场位 有可能在来的路上 会死在卡尔卡和沙俄军队手中 皇上这份大恩大德 想到这里 厄七尔图不由得又想起了他 仅有几次见到崇祯皇帝的场景 想着想着 伤势又发作了起来 再次昏迷了过去 不过他醒来之后 斑点便立刻安慰他道 大汉只管安心养伤 军情已经上报 皇上已经赶回京师 此时正在紫禁城召开御前会议 商讨军情了 听到这话 厄七尔图的眼睛又湿润了 这人和人有的时候真不能简单的比较 这么想着 他心中变下了决心 而此时 一如斑点所说 崇祯皇帝这次在五音殿召开的御前会议 司里见 内阁 六部九卿并都督府诸位都督 全都在联 而会议主题 自然是魏拉特蒙古的事情 但崇祯皇帝才做了一个开场白 户部尚书毕自言就出列 表示了不同意见 第1178章 为了子孙后代 陛下 魏拉特部离我大明太过遥远 一旦我大军出征救援 战事结束之日 遥遥无期 毕自言一脸严肃地说道 路远则后勤压力则大 战事无结束之日 则后勤压力更大 陛下 臣以为 劳师远征 不妥言 崇祯皇帝一听 不由地笑着道 你这个必轻 一提前两 就跟要轻的命一样 做事情 又岂能不耗费前两的 好歹威拉特部族 乃是我大明陈属 岂能不管不顾 义士的气氛并不严肃 这让群臣有更多的发言动力 听到崇祯皇帝这么说 毕自言似乎没想到 稍微愣了下 随后又奏道 陛下 威臣只是巨石上奏 如今国库刚有充盈 威臣实在是怕此次战事拖延日久 又好空了国库 陛下 毕尚书言之有理 前朝万历三大征 好空了国库钱梁 才有了剑鲁趁机崛起 内阁府城薛国官出言奏道 崇祯皇帝没说话 反倒是内阁首府温体人出列说道 陛下已经说过 威拉特乃是我大明陈属 我大明作为宗主国 不可不救 他支持皇上 是因为如今圣天子在位 自当万国来朝 此乃所有皇帝的最大成就 要做到这点 国事强盛是一点 恩威海外也是一点 南洋那边对大明不敬者 失之以为 而威拉特 这自从臣服大明后 始终保持恭敬 对于这样的藩属国 自然是要救的 也是因此 他在聊天群中 接到崇祯皇帝 旨意之后 便开始行动了起来 温体人说到这里 又看向崇祯皇帝 接着走道 然而 毕尚书的担心意识有理 老臣以为 自当量力而行 毕竟威拉特不足 还有另外援军可见 对 陛下 微臣之意 也是如此 我大明出兵当缓 毕自言立刻附和道 由顾史汉那边 先和卡尔喀布 和沙俄军队交战 而后我大明后出兵 当能坐收渔翁之力 其他臣子也跟着发言 虽然有的说的直白 有的说的隐晦 可都是一个观点 说威拉特太远 而且那边还有顾史汉的军队 大明完全不用如此 急着整军前往救援 崇祯环氏扫试着他们 并没有生气 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 才淡淡地说到 正刚接到奏报 说顾史汉正在乘胜追击敌人 无法抽身 不能回原了 这话一说出口 所有臣子都有点恶然 对于大明周边的动静 这些大明高官自然是知道的 顾史汉此时去干什么 他们一清二楚 如今给了个理由 说是乘胜追击敌人 没法回原 这还是他自己的族人 处于险境吗 要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顾史汉和威拉特 毫无关系呢 陛下 那如此一来 威拉特岂不是危在旦夕 经营总容曹汴交 出列奏道 崇祯皇帝的目光转向他 点了点头道 如今的威拉特不 如果有援军 则还可以坚持 要是没有援军 士气全无之下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陛下 毕自言想了一会 又出列奏道 既然连顾史汉都如此 我们大明就更没有必要岳祖带袍了 救援可以 但不需要大规模 也无需如此急切 只要进到宗主国该有的责任即可 如果说 只是进到宗主国该有的责任 那可以做的选择就多了 比如派遣使者前去劝解 比如先承诺出兵 然后伺机而动等等 远不是如今这种 皇上还在江南就要经师和九边都做准备了 陛下 劳师远征 而我大明没有实际好处 此等事情 实在划不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崇祯皇帝的影响 吏部尚书徐光启也开始斤斤计较了 只是翻数国而已 实在不用急的 看到自己的臣子竟然都变得这么务实 崇祯皇帝心中感觉有点无奈 不过想想也是 自己留下重用的臣子 肯定是要和自己的处事态度一样 否则自己看不下眼 都会让他走人 不过眼前的这些臣子 因为时代的局限 看得不长远 这么想着 崇祯皇帝也不说话 就让底下臣子继续发言 而他却进入聊天群 不时去看下 因为他知道 派出去的使者斑点 已经见到了恶气而图 那边的消息 正不时私聊给自己 忽然 他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 不由地笑了 这样一来 自己的计划 就是最完美了 退出聊天群 见群臣还在说话 大都和徐光启的意思差不多 崇祯皇帝带着微笑 伸手一示意 让群臣安静 而后才说到 郑刚又收到最新消息 厄齐尔图刚提出 威拉特诸布 愿意归附我大明 成为郑之子明 这话一提出 所有臣子都不由地呆了呆 刚还在说威拉特还只是翻鼠锅而已 那边就说 要成为大明一份子了 那真要答应的话 现在卡尔卡诸布和沙俄军队 就等于在侵犯大明 屠杀大明百姓 那这性质就不同了 可是 厄齐尔图真能不当这个大汉 真心成为大明一份子 对此 大殿内不少臣子表示怀疑 崇祯皇帝也不多解释 把在聊天群中的几个臣子都拉进了一个临时群中 让他们看到班典和厄齐尔图等人的对话 武阴殿内 这些臣子已经见怪不怪了 便在等着 殿内 意识安静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后 那个首府温体人 回过神来发言道 厄齐尔图伤众 恐怕时日无多 他应该是伤心故事汉那边 又见我大明如此强大 皇上英明神武 便想让他的子民成为大明百姓 得陛下庇护 一直不说话的司里见掌印太监 此时也一脸钦佩地说道 那些为拉特不足的人 听闻了陛下之仁慈 我大明百姓之幸福安康 全都很羡慕 对此没有一点疑 他们非常渴望成为大明的百姓 成为陛下之子民 听到这话 武阴殿内群臣 不由得一个个都很自豪 以前的瓦刺 都自愿要成为大明真正一份子了 由此可见 大明之强大 皇上之英明 已经远拨国外了 这是好事 群臣自然是一番恭为皇上 不过如此一来 大明的版图又多了一块 可随之而来的 出兵就成了大明内部的事情 而不再只是藩蜀国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武阴殿内 其他人不怎么发言了 但户部尚书 为了口袋里的银子 还想说些什么 不过崇祯皇帝觉得 群臣的意见 已经发表得差不多了 便一挥手 两名内侍双手捧出一个大卷 挂在一处屏风上 而后架在底下群臣面前 众人有点好奇 便纷纷看了过去 发现好像是一幅地图 这地图 有一部分 他们熟悉 但还有很大一部分 他们不熟悉 他们正在看着时 崇祯皇帝已经走了下来 来到这屏风面前 一边的内侍立刻双手奉上一根小长细棒 后退往一边 诸位爱卿 这是北方地图 崇祯皇帝用手中细棒指着地图 同时开始讲解起来 这是规划城 这是包头 这是天山山脉 这是大青山山脉 这里是北地 这里是北冰洋 而这一片应该是沙皇俄国 这幅地图 其实是崇祯皇帝 根据后世的印象画出来的 因此 西伯利亚 北冰洋 沙俄等等 大概都有 五英殿内群臣都有点好奇地看着地图 眼睛随着崇祯皇帝的细棒而移动 最终 崇祯皇帝用手中的细棒 在很西北的一大块地方画了一个圈 而后看着群臣 有点严肃地说道 正其实一直在布局 目的就是要把这一片地方纳入大明版图 这片地方 正是志在必得 五英殿内群臣很少听到皇上如此说话 因此 此时一听 都格外地吃惊 纷纷定睛细看 却看不出个什么 就算如知识渊博的徐光奇等人 也不知道 那里有什么好 为什么皇上竟然是志在必得 崇祯皇帝自然知道他们 不可能知道 因为这一片地区 是后世俄罗斯最为依仗的地方 穷得要死 却还能从这里 源源不断地白捡钱这一片地方 就是占据后世俄罗斯 61%以上油气资源的西西伯利亚油区 崇祯皇帝握着细棒 用力敲了几下这块地区后 才又严肃地说道 因为这片地方的地下 埋着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 而且储量非常大 我们后世子孙 几辈子都用不完的油气资源 说到这里 他又不得不给这些大臣科普了 诸位爱卿 应该已经看到蒸汽机带来的好处了吧 此时 蒸汽机已经在各行各业开始推广 轮船上也已经试验过一回 巨大的应用前景 会改变当前很多东西 这些认识 如果说普通百姓还没法知道的话 至少在这五英殿内的这些大名最高官员 却已经从各项数据中 有所了解了 因此 他们听到崇祯皇帝说话后 都配合着点点头 崇祯皇帝目光扫视着他们 继续严肃地说道 但朕要告诉朱青 蒸汽机的热能转换 还有很多缺陷 其中之一 就是煤炭的燃烧能量 远不及油气大 等他日科技跟上 等到将来有一日 必然会有新型的蒸汽机出现 这种新型的蒸汽机 不再是燃烧煤炭 而是油气 热能转换为动能 也必将是现在朱青所看到的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 崇祯皇帝的声音提高了一点 继续说道 朱青可以想象 到时候 这种用油气为燃料的蒸汽机 又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 有了足够的动力 人类上天 将不再如这次的热气球一般简陋 经识到应天府 一个时辰便可到达 或者换句话说 现在的马拉 牛拉等等生出动力 全部换上新型的动力 朱青自己想想看 未来会是怎么样的 如果说崇祯皇帝的话 换成以前的话 这些十七世纪前期的人 怕是没法理解他的话 可此时 崇祯皇帝已经推广了蒸汽机 推广了科学技术知识 也试验成功了热气球 让他们看到过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等等 这就等于 已经给了这个时代的人 打开了一个足够想象空间的基础 因此 他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 虽然还是很让人震撼 可至少这些大明的精英 已经能跟随崇祯皇帝的思维去想象了 当崇祯皇帝说完之后 武英殿内非常的安静 所有的臣子 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 什么年龄 什么知识构成 全都呆呆的 眼睛看着那幅巨大的地图 陷入了奇思妙想之中 崇祯皇帝等了好长一会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才用戏棒敲了敲地图上那片势在必得的区域后 坚定有力地说道 因此 为了我们大明的未来 为了子孙后代 针对着地下的东西 势在必得 这个时候 中西方的思想又体现出差别来了 对于华夏文化来说 为了子孙后代的事情 就是再困难 也会为他们去解决 而不是说 活下当下 活好自己 管子孙后代干嘛那种 也因此 华夏人可以有很多神灵 但没有例外 祖宗是一定要祭拜 这就是华夏的信仰 如果说之前还有臣子觉得 大明不值得出兵 此时等崇祯皇帝讲完 便一个个再无意见 赞成出兵了 崇祯皇帝示意一下 两名内侍便把屏风推到一边去了 而他自己 则也走上玉座 重新坐下后 对着底下臣子说道 威拉特蒙古 地处西域 离那里最近 因此 以前的时候 朕打算提供军线 把他们武装起来 让他们往西打 为我大明去当开路先锋 那地底下的东西 朕不说 所有人都不可能知道 有此宝贝 等到以后 朕在择机取之 底下群臣听到这里 才恍然大悟 原来皇上一开始就把 刚研制出来的军国重器 卖给威拉特 原来是为了这 皇上深谋远虑 实在是无人能及啊 崇祯皇帝看到他们的脸色 自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不过他没管 继续说道 没想到 老天又给了我 大明一个最好的机会 威拉特诸布 竟然被喀尔喀部族 和沙俄联手突袭 如今又是感恩我大明 而自愿加入大明 如此良机 岂能不取之 说到这里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 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 朕要趁此机会 一举歼灭喀尔喀蒙古 让大明北方 再无蒙古游牧民族之患 朕要趁此机会 将大明版图扩至西域 编练威拉特诸布 以为前驱 新正义之师 复仇之师 讨伐沙皇俄国 为后世子孙 占下那块宝地 在如此之大的利益面前 五英殿内群臣忽然感觉 有一种神圣的责任 没有人再斤斤计较 纷纷拱手拱身奏道 臣等领旨 崇祯皇帝点点头 又接着说道 朕之意 这辽东卢总督所部 规划红总督部 并抽调九边重镇之精锐 分多路人马 一起出击 一战灭喀尔喀蒙古诸布 而后再择击灭沙皇俄国 这是自从剿灭辽东建卢以来 是大明最大规模的战士了 南方那些战士 和这个一比起来 就其规模而言 就是小打小闹了 户部尚书碧字言 脸色严肃 躬身奏道 微臣当竭尽所能 为大军筹划之 这个大明的财政管家 看来还是有大局观的 崇祯皇帝心中想着 脸上重新露出微笑道 其实 毕清也不必过于紧张 此战 不会消耗我大明太多钱粮的 一听这话 毕自言立刻精神一震 因为他知道 皇帝对于这方面 可是很在行的 这几年来的战事 朝廷确实没有太大之初 看着毕自言盯着自己 崇祯皇帝便笑着说道 卡尔喀蒙古部族的主力 如今都在西域 此乃其一 而我大明军队多路并进 正义会派出场位 分到各军 甚至各前少爷部收中 如此通讯无误 何为卡尔喀蒙古诸部的留守兵力 当能一战而定 缴获之牛马羊 亦能冲作军用 五英殿内的这些臣子都明白 皇上所说的派出场位 肯定是那些具有千里眼 和顺风耳能力的场位 由这些场位在各路军中 那漠北之战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 几路何为 还怕那些卡尔喀蒙古人跑了 只要能一战而定 不用拖延下去 那其实还真花不了太多钱粮 更何况还有缴获补充呢 而后大军从北绕到西域敌军背后 和其他军队合击 在击溃西域之敌 崇祯皇帝早就有复案了 继续说道 等到战事一定 其后的西域更北之战 就这整编后的威拉特索部 并规划成索部草原明军为主 这种战事 他们祖先已经示范过 朕相信 有朕的支持 他们会让西域胆寒的 说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定好了主帅人选 哼哼 你们两个不是都在暗探没有仗可打吗 等回头就让你们一个为主帅 一个为大将 替朕去攻打沙俄 第1179章 墨北三卒 在如今大明控制的草原上 像规划成这样的定居点 已经不止这么一处了 东部蒙古这边 科尔庆草原上这里 也已经建立了游牧定居点 归辽东卢相声管辖 在这里 摩世也和规划成一样 蒙古人放牧 汉人种地 两者结合 优势互补 不过 科尔庆草原这里的定居点 才开始建设不到一年 还不能完全自足 因此 大军出征 需要额外准备钱粮 但辽东百费带心 也没有多余的粮草物资 即将开始的漠北之战 主力就不是辽东所部了 不过卢相声 还是赶到了科尔庆草原的定居点 除了选拔以蒙古籍为主的出征将士外 就是来这里视察高产作物的推广 不管是高产作物的种子 还是种植的老农 都是规划成那边 奉旨调过来的 总督大人亲自过来查看 为首的老农 叙叙叨叨的 给卢相声讲了不少 让他高兴的是 按照老农的意思 这里虽然比不上核桃平原的肥沃 可种植前景还是很大的 另外 他还建议卢相声 在辽东平原那边 也可以推广高产作物 不需要占用现有农田 只是对现有农田的补充 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当山海关那边送来的军粮到达时 卢相声在这边也视察的差不多了 军队集结 卢相声看着一万人左右的骑军 扫视着站在队伍前头的各个将领 大都是原本票弃营的人 因攻累计升迁 都已经是各领异军了 如今辽东各部也经过初次整编 按照新的番号来了 原本的东将军已经取消 整个辽东被划为辽东军区 一如关内 分地方和野战两大部分 其中野战军中以骑军为主 都配以兼军 出征军队如下 大明辽东军骑军第一营副将卢大 领兵2500余人 是为此次出征主帅 大明辽东军骑军第二营副将刘兴志 领兵2000骑 大明辽东军骑军第三营参将毛成作 领兵2000骑 大明辽东军骑军第四营参将黄德公 领兵2000骑 大明辽东军骑军第五营参将佐良玉 领兵2000骑 卢相声看着他们 表情严肃 大声说道 此次漠北之战 尔等虽然不是主力 但绝不能弱了我辽东军区的威名 谁要敢避战 不战 临阵退缩 延误军机的 本官绝不会轻饶 他这话 其实更多的是 例行说说而已 以他卢相声的风格带出来的军队 又岂会是孬肿 这几员领兵大将 也是他所看好 都是骁勇善战之辈 各军中还配有场位 监军 哪怕主帅真有消极战士的 也不会如愿 卢大士主帅 听到卢相声所说之后 便驱马出列 其他四将 也都跟在他后面 和他一起 就在马上抱拳 由卢大先大声禀告道 总督大人放心 末将绝不会若了辽东之名 总督大人放心 末将绝不会若辽东之名 其他四将跟着大声吼道 卢相声见此 点点头大声说道 好 你们就替本官去郎居须山 去汉海 重扬我大明军威 事事完毕 一万余旗便驱马北上 绝尘而去 与此同时 在规划城这里 红城仇轻为主帅 也正在检阅麾下五万骑军 也只有规划军区 才能拥有这么多骑军 这些骑军 大部分都是草原蒙古族将士 当然 也有部分 是从山西抽调过来的骑军 红城仇看着这只骑军 倒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人传令 想要升官发财的 就要好好表现 说完之后 就是师出征了 经过几年的种植推广 核桃地区的高产作物 成绩喜人 特别是土豆这些 更是让人意外 不但产量大 配合草原肉食 似乎味道也可以 因此 规划军区的这次出征 基本上不需要官内的粮食支援 规划军是此次漠北之战的主力 也因此 整个战役的统帅 就是规划总督红城仇了 甚至在漠北战役之后的西域之战 主帅也将是红城仇 不过西域之战的前期 明军主帅则是包头巡抚杨四昌 大将则是忠勇博满贵 他们这支规划军区下的包头军 一共有一万左右的齐军 不去漠北 直接先行赶往西域 这一次的战事 规划军区几乎是清朝而出 兵力都抽掉一空了 甚至还抽掉有山西 陕西 甘肃等地的齐军 除山西那边的齐军 由红城仇所领北上之外 陕西 甘肃这边的几个边军重镇 所抽掉的齐军 都是划在杨四昌名下 否则只是包头的话 也拿不出一万齐军 而杨四昌之父杨赫 在这个位面上 还稳稳当当地 一直在当他的三边总督 儿子出征 他自然也得支持 抽掉出去的齐军 自然是麾下最精锐的齐军了 可以说 即将开始的北方大战 光明军出动的齐军 就超过了七万多人 浩浩荡荡的 远非南方的战事规模可比 而此时 卡尔卡主力还在西域这边 正在威拉特部族的地盘上 纵横狂欢 卡尔卡部族 其实分为三个大族 他们的首领 分别是吐蟹图汉滚布 扎萨克图汉诺尔布 和车臣汉朔雷 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 这三大部族 为了草原牧场 水源等等 也是相爱相杀 可此时 他们却是春风得意 正在一起举杯欢庆 只见吐蟹图汉滚布举杯大笑道 来来来 为了彻底消灭 威拉特诸步干杯 其他两人一听 也都大笑 纷纷举杯回应 一直以来 威拉特诸步和卡尔卡诸步 就是死敌 互有功法 十多年前 是卡尔卡强 曾一举打败了威拉特诸步 虽然没有吞并 威拉特诸步 却是奴役了很久 但没想到 顾史汉崛起 又领着威拉特诸步 打败了卡尔卡部族 而后 虽然顾史汉领兵西径 前往青藏去了 但接任的厄齐尔图汉 依然勇猛 带着威拉特部 压着卡尔卡部打 打得这三个部族 不得不联手遇敌 可就算这样 他们还是觉得 威拉特部难以对付 去年底的时候 威拉特部就犹如一座大山 压在这三位汉王的心中 可一转眼到了如今 威拉特一败涂地 他们就踏足在原本 威拉特部族的牧场上 喝着原本属于 威拉特族的马奶 看着威拉特部族的女人 为他们跳舞 而在外面 还有搅和之威拉特部族的无数牛马羊 这样的情况 又如何不让他们三人开怀倡议 放下酒杯后 自有身边的女人 给他们倒满酒 其中 吐谢图汉 滚步看着其他两人 哈哈大笑道 我们这一次彻底消灭威拉特部 还真是要感谢沙皇啊 对啊 这是一群疯子 扎萨克图汉 诺尔布也跟着笑着说道 竟然提议在这种时候 一起联合进攻威拉特部 要是我们自己 还真不会选择 刚过完冬的时候出街 对于他们这些草原游牧民族来说 牛马羊是他们的根本 刚过完冬天 大地复苏 正是牛马羊掌标的时候 一般来说 这个时候 他们放牧都还来不及 那还会去征战 也是因此 诺尔布才会这样说话 滚步听了 点头说道 确实是群疯子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 和威拉特部 有多大的仇 多大的怨呢 见人就杀 威拉特部族的人 遇到沙俄军队 不管老弱妇孺 全都不放过 简直就不是人了 其实 你们不知道 据我所知 还真有很大的仇 一直没有说话的 车臣汉朔磊 玩着手中 喝光了麻奶酒的杯子说道 说起来也是活该 厄齐尔图不但攻击我们 还和沙俄为敌 把他们 从东边劫掠的东西都抢了 又岂能不惹怒沙皇 听到这话 其他两人倒是不知道内情 便纷纷打听 经过车臣汉一解释 他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 沙俄的日子 其实一直不好过 在此之前 其王位甚至都没有人想当 因为每个 当了沙皇的人 都是死于非命 这个时候的沙俄 远没有后世强大 还经常被波兰入侵 连沙皇都由波兰国王来扶持指定 这样一来 沙俄的那些大贵族 自然不同意 就经常打来打去 打到后来 选举出了米哈耶尔 费奥多罗维奇 成为沙皇 不过米哈耶尔是个性格懦弱 毫无建树的沙皇 其父亲菲拉列特 被波兰关押多年后回国 米哈耶尔立刻颁布旨意 称大牧首菲拉列特 想有与沙皇同等的待遇 菲拉列特的命令 等同于沙皇诏书 大牧首成为实际上的太上皇 此后 菲拉列特大牧首 逐渐掌握了实权 以铁腕手段 开始对俄罗斯实行统治 也是由此 沙俄才逐步强大了起来 菲拉列特大牧首 首先采取一系列措施 稳定民生 加强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充实了国库 这其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发财之源 就是广袤的西伯利亚 沙俄商人通过掠夺西伯利亚 向欧洲各国 出口昂贵的球皮和木材 而这些 是欧洲各国所欢迎的商品 因此 沙俄获得了巨额利润 由此 国库逐渐变得充实起来 菲拉列特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在巩固物质基础的同时 也在重整军队 历经图治 希望用武力夺回被占领的土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厄切尔图 却领着威拉特部族的军队 拦截了沙俄 从西伯利亚劫掠走的财物 如此一来 沙俄在恐慌这条财源 被切断的同时 就断然有了联合卡尔卡部族 消灭威拉特部族的事情了 听到车臣汉的解释 土蟹图汉滚步 不由得哈哈大笑道 这还真是厄切尔图该死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更何况 沙俄是要靠着这条财路 来振兴国运呢 哈哈 扎萨克图汉诺尔布同样大笑 他用手指着对面坐着的两人道 如此一来 也算是厄切尔图 给你们两人献上了一份大礼了 以前是没有土蟹图汉的 也没有车臣汉的 是滚步和朔磊当了他们部族首领之后 才开始称汉的 也就是说 滚步宣布自己为土蟹图汉 而朔磊宣布自己为车臣汉之后 他们就消灭了肃敌威拉特诸布 这就是他们称汉的分工伪计了 也是因此 诺尔布才有此一说 滚步和朔磊一听 也是得意 这样一来 也足以说明自己的捍卫实至名归 于是 得意的三人又开始开怀畅饮起来 不时对在大仗中间跳着舞的威拉特女人 指指点点 气氛热烈得很 过了一会后 滚步忽然看向朔磊道 你熟悉沙俄那边 如果我们出现像他们买威拉特不足的女人和小孩 他们会同意吗 草原不足的吞并战 一般而言 敌人的妇女和高不过车员的小孩 是不杀的 妇女能生孩子 小孩长大了 就是不足的战士 也只有如此 吞并了别族之后 不足才会没有多少危险的壮大 车臣汉听了 稍微一想到 可能行不通 虽然没有威拉特诸布 可要是我们三族 吞并了威拉特诸布 而强大起来的话 这也不是沙俄 想看到的 说到这里 他皱着眉头又解释到 沙俄把北方的那些土地 已经看成了他们自己取之不竭的宝库 他们不断地派人东京掠夺 可不想以后我们强大了 把他们这条财源给断了 一听这话 滚步忽然抱了粗口道 他奶奶的 要是真够强的 还真结了他们的财路 我们自己来发财好了 诺尔布一听 摇摇头道 沙俄从北地劫掠的那些东西 我们能卖那里去 也就是极西边的那些国家需要 我们又迈不过去 听到这话 其他两个人都沉默了 看来这条发财之路 不适合他们 不过 滚步忽然想到了什么 马上对另外两人说道 好像听说 民国派了军队去了北地 再和沙俄争抢地盘呢 什么 还有这样的事 车臣汉一听 诧异地确认道 诺尔布也是惊讶到 民国既然派兵去了北地 那我们漠北岂不是 滚步听了 摇了摇手道 当然没有经过我们漠北了 是从辽东那边过去的 而且人数很少 要不然 也没法一直在北地和沙俄军队争抢 听到这话 诺尔布不但没有松口气 反而显得忧心忡忡起来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难道辽东的满清 已经被民国打败了 要是民国这么强大的话 我们 我们怕是 看到他的表情 听到他担忧的话 车臣汉也紧张了 连忙说道 好像恶奇尔图之所以会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他的背后 有民国在支持 我们现在灭了威拉特诸布 民国会不会报复我们 滚步见他们如此紧张 不由地笑着道 难道一直以来 民国就不是我们的敌人了 就算是民国鼎盛时期 他们的什么城组 多少次清征墨北 还不是 拿我们没办法 到了现在 我们就怕民国不成 听到这话 其他两人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其中 诺尔布则是点头笑着说道 看来是我多虑了 就民国而已 要是出兵的话 我们就带着他们 在大漠戈壁绕圈 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对 民国要是敢出兵的话 定会让他们知道 我们墨北三族 可不是南方那些 不足可比的 滚步的声音很大 语气很坚决 显然很有信心 民国攻占了河套那边 这是他们也听说了 但他们并不以为意 也如他们刚才所说 墨北离民国太远 民国出兵那么多次 还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墨北 对于中原王朝 这个知根知底的老对手 有什么好怕的 于是 三人又举杯庆祝了起来 但是 过了一会后 诺尔布似乎还是有疑虑 又放下了杯子说道 如今魏拉特诸步残余 还躲在各地 我们还没有彻底剿灭他们 如果民国出兵过来的话 怎么办 说到这里 他看到那两人 有点不以为然的样子 就又连忙补充道 魏拉特部投靠了民国 如今魏拉特部 被我们打成这样 我觉得 民国肯定会出兵的 滚步一听 立刻带着一丝嘲笑意味说道 连顾史汉都不肯来救援 民国还会出兵 就算出兵 估计也是敷衍了事吧 这墨北三族 其实最忌惮的 就是顾史汉了 如果不是顾史汉出兵清葬 就算沙俄 找到他们说要联合来打魏拉特 他们估计也要考虑再三 也是因此 他们这次攻打魏拉特的同时 非常紧张顾史汉这边 侦查警戒的重心 也是放在顾史汉这边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从他们抓获的魏拉特人那里 听到了消息 说顾史汉不会来救援 这也是他们三人 在这里开怀畅饮的主要原因 听到滚步这么一说 其他两人都跟着点头 确实 连顾史汉都不肯来救援 民国就算出兵 又能有多大力度 于是 他们三人也开始畅饮了起来 但是 还没等他们散火 忽然就有快马飞骑而至 而后匆匆进入营帐 向他们三人禀告道 报 东边发现明君夜不收 第1180章 都是坑 什么 车臣汉朔了一听 立刻站了起来问道 什么 明君夜不收 吐蟹图寒滚步吓了一跳 久被碰到了都不知道 只是眼睛盯着来人追问道 而扎萨克图寒诺尔布 则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身子前倾 大声喝道 明君夜不收 大概有多少 可探得明国军队 他们三人 刚刚还得到结论 以为顾始汉都没有回源 就更不用说明国了 就算要出兵 估计也做个样子而已 可这话音刚落 就由手下来报 说 发现了明国夜不收 这个消息 他们不震撼才怪了 这里可是吉西地方 远离明国 是属于威拉特中的 和硕特部所在 如果这里都出现了 明国夜不收 那岂不是说 明军是非常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至少已经有军队到达附近了 其实 不只是这三个汉王 就是他们的手下 在刚遭遇明军夜不收的时候 也都吓了一跳的 实在是 他们上上下下 谁都没想到 这里会出现明军夜不收 在了解情况后 三个汉王 不管是谁 都没有心情在饮酒作乐了 滚 都给我滚 朔磊冲着躲在一边的那些舞女 立一声喝倒 他怎么看 都看到这些舞女 似乎有惊喜的表情 让他很是厌烦 诺尔布阴沉着脸 看着大仗内的人都被赶走 而后便转头问其他两人道 怎么办 明军这么快出现 实在有点出乎意料 另外两人没有 马上说话 都低着头在想 过了一会后 滚步忽然抓起一个酒杯 猛地摔在地上 哪怕这地上铺着地毯 也被他摔了个四分五裂 就见他摔完之后 看着其他两人 恶狠狠地说道 怕他个什么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难道我们喀尔喀 还怕他民国不成 对 怕他们干什么 朔磊听了 力声喝道 要是来的人少 就吃掉他们 要是来的人多 就牵着他们 在草原转圈圈 哼 在这草原上 可是我们蒙古人的天下 民国人竟然赶来 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诺尔布听了 也是点点头 他正想附和时 忽然心中一动 有了另外一个主意 不过现在情况不明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就是各自派人 四面撒出去 打探民国援军的情况 魏拉特草原上 原本因为单方面的屠杀 轻松的气氛顿时没有了 卡尔卡部族的人 全都紧张了起来 呜呜呜的号角声不时响起 三五成群撒出去搜捕 魏拉特诸部的骑士 都纷纷归队 不时 还能看到背着令旗的传令兵 从三个王杖飞驰而出 绝尘而去 消失在草原上 草原上 不时有见到一群群的 卡尔卡奇军 在追杀一对对逃命的 魏拉特部的族人 可忽然之间 有新的号令传来 这些卡尔卡奇军纷纷退去 让那些逃命的魏拉特部族人 得以死里逃生 他们不明就里 可不妨碍 当他们看到红色战袍的明军 出现在远处时 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快 在这片西部草原上 民国援军赶来的消息 就慢慢地传遍了 卡尔卡蒙古的三个部族 多了凝重 纷纷归队 整军备战 而魏拉特蒙古的诸部 听到明军到达的消息 一个个喜极而泣 纷纷向东靠拢 就犹如天山上留下的细流 最终向明军那边汇聚 这支最先出现的明军 正是包头巡抚杨四昌为主帅 中勇博满贵为大将的包头军 一万于其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从包头直插天山这边 自从出征之后 杨四昌和满贵都很兴奋 都很珍惜这次机会 领军急行 一路上 都不知道救下了多少逃命中的魏拉特蒙古人 当然了 这些蒙古人 还是要进行甄别的 这个工作 就由满贵来做 已经证明的魏拉特人 为新来的魏拉特族人担保 而都不认识的 则还会通过随军场位 和鄂齐尔图汉那边取得联系 通过描述来求证 实在没法证明的 则有已经能证明了的魏拉特族人看管 慢慢的 杨四昌这边也知道了当面的敌人 是包括喀尔喀蒙古的三个大部族 各有一万多的骑军 而沙俄军队则只有六千来人左右 敌我悬术有点多 但杨四昌和满贵都没有退缩 依旧领军逼近 依旧直插天山 摆出的姿态似乎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几天的接触之后 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 对此 杨四昌很有把握地笑着 对满贵说道 三个部族 各不同属 就是一盘散沙而已 本官料定 他们谁都不敢 先上来和我军拼命 如何 忠诚大人高见 满贵这个大胡子 咧着嘴 笑呵呵的心情很好 末将倒是希望他们别怂了 好歹先来厮杀一阵 让我们拔个头功 听到这话 杨四昌不由地点点头道 红总督已经领兵北上 辽东军更是早一步出发了 他们目前互相侧应 已经快要到漠北 那边一旦发生战事 消息传来这里的话 这三个部族肯定会回原 到时候 我们反而没仗打了 这是 本官自当考虑之 这一次 崇祯皇帝下了血本 或者说 因为聊天群中加入了大量的人 也因此吸收了很多聊天群中的人 成为了场位 为了这一仗 他几乎是把所有在北方的人 都给派到各军中了 也因此 杨四昌能随时掌握规划军 和辽东军的动向 杨四昌想了一会后 便有了主意 对满贵说道 我们先把恶齐尔图汉救出来 把他的招牌打出去 那个时候 就是一个好的诱饵 相信这三个部族 总得来打上一打了 呵呵 忠诚大人高见 满贵有仗可打 这嘴巴就顺流多了 拍着杨四昌的马屁 赶紧去安排大军行进了 杨四昌还猜得真没错 当卡尔卡蒙古的这三个汉王 探听到了明军的兵力规模 还知道这支军队 是民国的一个巡抚统领 在草原上 享有大明的满贵为将时 他们都没有擅自行动 又聚到了一起商议对策 民国皇帝 这是疯了吗 竟然派了一万多旗过来 还是满贵为将 吐谢图汉滚步恼火地说道 那恶齐尔图 是他亲儿子还是什么 竟然比故事汉还热浅 扎萨克图汉诺尔不听了 眉毛紧皱道 民国皇帝这么大的手笔 肯定是有所图谋 我们必须得小心啊 说到这里 他有点担心地 看着面前的两人问道 你们说 我们漠北那边 会不会受到民国军队的攻击 滚步一听 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怎么可能 民国已经派出一万多旗在这里了 你说往漠北派多少人吗 少了一点用都没有 多了的话 民国有那么多旗军吗 要是不军的话 我倒是想让他们去漠北 诺尔不听了 连忙提醒道 别忘记了 民军可是吞并了查哈尔部的 据说东部蒙古那边 也有不少不足投靠民国了 很显然 他们没有崇祯皇帝的聊天群 加上草原上通讯不变 他们的消息滞后不少 但你也别忘记了 辽东还有剑州女真在呢 民国难道不管辽东就全部整军北上 滚步带着情绪说道 真要这样 那民国皇帝的脑子就是有毛病 他手下的那些臣子会答应 说到这里 他停了停看向诺尔不道 你别给我假设 民国已经消灭了剑州女真 真要这样 那我无话可说 听到这话 在这紧张严肃的气氛中 三个汉王 还都不约而同地笑了下 剑州女真那么强大 那有那么容易消灭的 民国要真这么强大 自己这三族也没法和民军打 早点想着臣服算了 好了 好了 说点实际的 一直没有说话的车臣汉朔磊 拍拍双手 而后对看过去的两位汉王说道 民军所部 一万于其 看他们的样子一直在往西进发 这支军队 我们怎么对付 听到这话 似乎是说到了禁忌话题 竟然谁也没有答话 都低着头 要么去研究暗基上马奶酒的颜色 要么开始专心欣赏自己的御班纸 看到这个情况 朔磊心中不由的苦笑 他对于另外这两位汉王的心思 也是心知肚明 民军来了一万多骑 而他们三方人马中 也差不多各是一万多骑任何一方 单独去攻打民军的话 都是没有把握的 三方联合 那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谁主攻谁侧应 关键是 就算分出这个来了 那谁能担保其他两家 是否会出攻不出力 别看三家现在 轻得和一家人一样 可朔雷百分之百肯定 等三家回去之后 为了牧场什么的 回头三家该打 还是会互相打 要是有一方在这里和民军拼了个你死我活 就算没有到这个程度 但只要损失惨重一点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就会很难受了 谁都不是傻子 谁也不想让自己的手下去损耗 谁也不信 谁会真得和民军去硬拼 更何况 现在他们三个部族 在这次的战事中 都抢了威拉特诸步不少东西 人和牲畜等等 这个时候 他们手底下的人 都在想着早点回去 好早点瓜分缴获 可是 厄齐尔图还没有抓获 威拉特诸步 还有相当一部分逃散了 他们三家也不想就这样走了 然后厄齐尔图收拾残余 在民国的支持下 重新崛起 那个时候 他们能肯定 厄齐尔图肯定是会抓着 他们三个部族不放的 想起去年的时候 厄齐尔图所领兵马之强悍 就打得他们 都吃过亏的 更何况 还有一个顾史汉呢 虽然说现在不回原 可不代表 以后就不回来了 万一顾史汉回来的话 那怎么办 不管如何 三个部族都清楚地知道 一定要趁这个时候 把厄齐尔图打死了 把威拉特蒙古诸步都给打没了 只有这样 他们以后才能安心 那个时候 就算顾史汉回来了 没有这里的根基 相信顾史汉对他们三族 也是有心无力的 沉默了好一会 或者是知道这样沉默 躲避 终究不是办法 诺尔图忽然想到了之前的点子 心中一喜 便抬起头来 对其他两人道 两位 我有一个想法 这名军过来 受到损害的 可不止是我们三家 听到这话时 其他两人不约而同的眼睛一亮 对呀 怎么就把他们给忘记了 沙俄军队还在疯抢威拉特部族 散落在各地的财物 还在疯狂屠杀 他们能搜到的威拉特部族的人 这明军突然来了 总归要影响他们吧 诺尔布越说越有信心 这些西边的疯狗 正好不了解明军 我们三家一起去说说 必要的时候 可以给出一些代价 多给他们一点牛羊 让他们去和明军先打上一仗 最好他们能打得两败俱伤 就算不是 也没关系 反正肯定要损耗明军的军力 而后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力 如何 拖着长鹰 他看着其他两人 忽然之间 三人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 笑得很是开心 过了一会后 滚步向诺尔布 竖着黛玉班纸的大拇指 连声称赞道 好 这个主意不错 那些蛮夷 可是疯狗来的 断了他们的财路 简直不要太疯狂 我们只要多怂恿一下 给他们点好处 还怕他们 不冲明军上去乱咬一阵 车臣汉朔蕾 也是笑着点头 不过他最终还是提醒道 不过你们 也不要粗心大意 派了不会说话的人 过去说这事 我比你们了解这些沙鹅人 他们虽然疯 但也是有脑子的 哼哼 那是 滚步有点不在意的附和岛 没有脑子的疯狗 早就被人灭了 也不会活到现在 虽然如此说 不过他心中却补了一句 虽然有脑子 可以有限 三个人都不想损失自己的兵力 对此方法 自然一拍即合 随后 他们三人就开始合计 最终决定 派出三族中 各自最能说会道的人 去联系在西边截掠的沙俄军队 不久之后 三个部族 都先后收到了 沙俄军队那边的回应 一如他们之前所说 那些沙俄军队 听说遥远的民国 派了军队来救维拉特部 顿时暴跳如雷 他们愤怒地叫嚣 一定要让明军有来无回 三个汉王再次碰头 大帐内的气氛 就比上一次轻松多了 滚步笑呵呵地说道 看吧 我说得没错吧 这些沙俄人眼里就只有钱 一听说明军妨碍他们发财 压根就没问明军 来了多少人 都纷纷喊着 要杀光明军了 呵呵 你是忘记了 诺尔布也笑着回应滚步道 沙俄和明军在极北之地有过冲突啊 明军抢了不少沙俄人的地盘和财物 对 那边离沙俄本土太远 他们被明军欺负 却也有心无力 朔磊同样笑着进一步解释道 他们想往东方派出多一些军队 可代价也高 更何况 厄切尔图又在这西边捣乱 拦截他们在东北截略来的财物 因此 沙俄人才会首先提出 消灭魏拉特部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沙俄人 下一步 就要往东边派兵了 说不定又会联合我们 一起去把东边的明军消灭掉 听到这话 其他两人都是点头 不过诺尔布却也有一点不解 他问其他两人道 你们说 那极北之地 连我们都瞧不上眼 为什么民国占据富饶的中原之地 却还派了人去哪里和沙俄争抢 难道只是要恶心沙俄人 其他两人听了 也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民国的皇帝要这么做 难道是闲得无聊 说了一下题外话 他们很快就回转了正题 就听朔磊道 沙俄现在已经收容军队 和截略到的物资 很快就会领军前来会合 不过他们先说了 答应给他们的财物 要先给 否则一旦打起来 他们不知道 这些财物能不能黯然送回去 给就给了 我们又不会赖账 听到这话 诺尔布大方帝说道 我这边该给的已经准备好了 随后就能给他们送去 我的也好了 早点给他们 就让他们早点安心 早点过来会合 把这些明军解决掉 滚步也点头说道 我们自己这边 也该把缴获来的东西 送往漠北了 这里即将和明军大战 那么多的缴获 自然不适合随军行动了 他们也得和沙俄军队那边一样 要先把缴获的东西送回后方才行 这么说定之后 三个部族各自忙碌了起来 军队集结 派出探马 至于战利品 该给沙俄的给他们 该运回漠北的 则运回漠北 可以知道明军马上到天山脚下 三个部族的军队都等了好久 也没见沙俄军队过来会合 这三个部族的汉王就有点急了 这沙俄军队抢起东西来那么迅速 这要打仗了 怎么这么拖拖拉拉 战士可不能一直拖着的 他们正急着时 在沙俄军队那联系的人 快马回来了 气急败坏的神态 让三个汉王都不由得心中一沉 第1181章 首战 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消息 也不知道那些沙俄蛮人 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 报 大汉 沙俄那边说 他们国内突然有事 就撤军回去了 什么 吐蟹屠汉滚步一听 脸红脖子粗 一副暴怒的样子 跑了 扎萨克屠汉诺尔布也差不多 盯着来人 声音巨大无比地喊道 国内有事 有他娘的什么事情 车臣汉硕磊他同样愤怒异常 不过他就是右手握拳 打着自己的左掌 连声说道 我就知道 这些沙俄蛮子 没有那么好骗的 我就知道 这三个部族的汉王都不是傻子 沙俄说 国内有事才撤军 骗鬼还行 明摆着压根就没想着 要和明军打仗 甚至还从他们这里额外捞了一笔 然后跑路了 如今怎么办 沙皇俄国离这里远得很 他们是不用担心明军的 至少明军不可能丢下他们三个部族不管 去打远在极西边的沙俄 如果说 墨北对于民国来说 已经是很远了 那沙皇俄国就更远 那些沙俄蛮子 有什么好担心的 滚步想到这里 有一种想要吐血的感觉 这次的战事 就是沙俄派人来联系 是他们倡议才打的 结果倒好 他们至少把威拉特诸部打残了 还截略了不知道多少物资 最气人的是 临走之前 自己这边还自以为聪明 竟然又送了一批物资财物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拍拍屁股 干脆利落地走掉了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个屁 滚步无处可以发现 听到朔磊说话 就怒气冲冲地冲打喊开了 你要知道 为什么不提醒我们 如今好了吧 不但送了一大笔财物给他们 估计这时候还在骂我们是傻子 诺尔布也是一边点头 一边冲朔磊大声说道 你是最了解那些沙俄蛮子的 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们 我是知道他们不是傻子 朔磊也很憋屈 向其他两人分辨道 可我没想到 沙俄竟然这么不讲信用 还拿了我们的财物后跑了 滚步很是不甘心 忽然大声咆哮道 他们带着那么多物资 肯定走不快 我们追上去 讨个公道 不 直接灭了他们 对 真是要灭了他们 才能出这口气 否则 他们还以为 我们就是一群傻子 诺尔布恨声说到这里 而后却又叹了口气 话锋一转道 但如今对我们来说 这些明军 才是首要解决的事情 否则被他们聚集了 残余的威拉特布 等到厄七尔徒 缓过气来之后 和我们必定是不死不休 他日 那厄七尔徒 绝对不会对我们三个部族 心辞手软的 这个问题很现实 这让墨北三族的这三个汉王 非常的无奈 恐怕杀了那些蛮子 就是知道会这样 才有恃无恐地跑了吧 如今三个部族的汉王 算计杀额不成 一个问题又重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到底怎么打这只明军 他们还没得到什么结论 忽然又有探马来报 汉王 明军刚到了天山脚下 天山山脉里出来了很多 威拉特部族的人 他们都躲在那里 什么 一听这话 三个部族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发生 他们都很震惊 连忙去查看情况 与此同时 一如禀告的那样 明军确实是到了天山脚下 有聊天群成员的联系 杨四昌所领大军 直接到了厄齐尔图所躲着的峡谷外围 当山上的瞭望哨 看到红色的海洋在远处出现 向这边滚滚而来的时候 就疯狂地吼开了 明军到了 明军来了 峡谷内 躲在这里的威拉特诸部的人 其实已经从斑点这边知道 来救援的明军到了什么地方 又听到很快就要到了 可眼不见不为时 他们心中担心 这只明军是他们能否能从喀尔喀人 杀恶人的屠刀下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所谓越是在意 就越是患得患失 如今 他们听到廖望哨的喊声 知道明军真得出现了 是能看到了 这一刻 他们顿时狂喜起来 许多人喜极而泣 明军来了 明军真得来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不用再像老鼠一样躲着了 有人甚至都等不及 恶齐尔图汉那边下令 就撒腿 往峡谷外跑去 此时的他们 非常渴望快点出去看看 来救他们的明军 有人一跑 其他人便也坐不住 纷纷跟着玩峡谷外跑去 蜂拥而出的人群 不知道的人见了 还以为外面遍地都是钱一样 要这样急着往外跑 没多少一会功夫 峡谷内只剩下 魏拉特诸部的头领 他们见此情况 相顾失效 此时的他们 自然理解那些族人此时的心情 因为他们此时的心情 其实也恨不得早点出去 看看来源的明军 一直身体状态不大好的恶齐尔图 经常昏迷的他 此时精神也好了不少 赶紧吩咐他的亲卫 抬着他去谷口迎接明军 那急切的样子 似乎有失大汉的身份 可他不在意 只是笑着对班点说道 班大人 让你见笑了 明军到来 就意味着他的族人 可以不用再担惊受怕 不用像老鼠一样躲在山里 旗帜竖起来 可以召集更多的族人 这个情况 又如何能不心急呢 班点自然能理解他们这些 卫拉特族人也不可能见笑 客套着一起出了峡谷 草原上 大明骑军滚滚而来 上万骑之多 提升如雷 惊奇招展 似乎无穷无尽一般 声势惊人 特别是大明骑军 至少穿着都是军服 统一制式 而不像草原骑兵一样 只是牧民集结而成 因此 这一看去 就更是让人震撼了 卫拉特族人看到那么多骑军 一个个都非常的振奋 如果换成以前的话 他们可能还不会有这样振奋 可此时的他们 已经知道 大汉已经做出决定 卫拉特部族内附大明 也就是说 他们以后就是大明百姓中的一员 而眼前这只骑军 是属于自己的骑军 这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也格外的兴奋 也不知道是谁 用别角的汉语喊出了 大明万圣 兴奋中的其他人 纷纷跟着大喊了起来 大明万圣 就好像 此时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 斑点的目光扫视过他们这些人 看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欢呼 心中忍不住非常骄傲 自己的国家强盛如此 才有这些蒙古人重心归附 大军到达 就在这天山脚下扎营 大军统帅 包头巡抚杨四昌 在忠勇博满贵等将的陪同下 营了上去 对被人扶着站起来 想要行礼的厄齐尔徒 嘘寒问暖 非常关心他的伤势 对厄齐尔徒说道 皇上从京师派来的御医还没赶到 而本官要先行出兵救援 因此 御医这次没有随军一起过来 不过本官手下有几名随军医师 对于刀枪伤势 倒也拿手 说完之后 他便一招手 就有几名军中医师 上前给厄齐尔徒诊治 对此 厄齐尔徒和他的手下头领 纷纷感激不尽 原本他们还有点担心 自己这些人被明军所救 而领军而来的 乃是大明的风疆大力 一方寻服 会不会对自己这些人 有傲慢轻视之意 没想到 不但没有感受到一丝傲慢轻视 反而是嘘寒问暖 简直不要太好 让他们不由得 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们自然不知道 杨四昌等人的表现 是秉承圣意而行 就算他们心中有傲慢之心 也不敢表示出来 这军中 可是有几双眼睛在看着 有什么情况 可是能直达天听的 这边还在扎营的扎营 安顿威拉特不足的 则在安顿威拉特不足 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 有夜不收来报 卡尔卡三族的人马过来了 其实 都不用禀告 夜不收回来的时候 杨四昌这边 就已经看到敌人的踪迹了 一望无垠的草原 无边无际的尽头 一条黑线滚滚而来 离得近一些了 就看清是卡尔卡不足的人 几万骑军 万马奔腾 声势同样很惊人 大家都是草原上的人 就这么一打量 大概就能估算出来 来袭的卡尔卡不足的军队 大概是三倍明军的数量 见此情况 兴奋中的威拉特不足的人 不由的兴致都回落了不少 虽然之前觉得明军的数量很多 竟然来了一万余奇 这可是民国难得凑出来的 齐军数量了 可此时一对比 还是远远没有敌人的数量多啊 如果是在关内 明军就算人数少一些 聚成而守的话 卡尔卡不足人数虽然多 也不会有什么 但问题是 这里是草原 一望无垠 被几倍的狼群咬住 这个后果很不乐观 见此情况 满贵却一点不在乎 立刻向杨四昌请战道 忠诚大人 末将愿领军一战 杨四昌听了点头 交代他道 那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记住 要打得猛 打得很 打疼他们 满贵听得大喜 这正合他胃口 当即大声领命道 末将遵命 咚咚咚 集结兵马的鼓声响起 回响在天山脚下 让所有威拉特不足人 都不由地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看着明军开始集结 他们有点吃惊 敌人那么多 还要主动出击 可他们看到明军似乎没有人害怕 甚至都还带了一点兴奋 领到军令的骑足 全都在集结中 这一仗 可不能败啊 这是威拉特诸步残余的 共同心声 万众瞩目之下 满贵领着五千余骑 浑然不管铺天盖地而来的 喀尔喀骑军 就选择当面之敌 迎面冲了上去 而在本阵中 包头巡抚杨四昌 似乎压根对眼前的战士不以为意 谈笑风生 让人一看 就觉得这仗肯定能赢 厄齐尔图已经经过医治 此时正陪着杨四昌观看战事 当他看到满贵所领出战之兵马时 就知道忠诚大人 为什么不在意了 他也知道 此战 大名必胜 与此同时 在远处 扎萨克图韩诺尔布看到明军不但不防守 反而派军向他这边冲了过来 不由地皱了眉头 这些明军 是看自己好欺负 还是怎么的 不去打另外两家 竟然直冲自己这边来 这个时候 两军第一次相遇 作为汉王 他自然也知道 不能避战 要是这种时候 还在几方兵力占优的时候避战 那对士气的打击 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 他立刻传下军令 迎头痛击这支明军 甚至他还用旗号 给另外两位汉王联系 让他们包抄 把这支冲出来的明军 歼灭掉 或者是看到冲出来的明军 只有五六千而已 或者是他们知道 沙俄已经跑了 如今只能靠他们自己 又或者是他们觉得 三万多人马 要对付这支明军很轻松 趁着这个机会 吃掉这些明军的话 接下来就很容易歼灭这支明军 顺带着能把魏拉特部残余也干掉 因此 另外两位汉王响应了诺尔布 大军开始调动 要把冲出来的明军 给包围吃掉 天山脚下这片草原 万马奔腾 提升如雷 一眼看去 似乎目光所及之处 都是土灰色的 卡尔喀布族的骑族 他们那哇哇哇的叫声 汇聚起来 就似乎这一片草原 他们才是主角 骑兵之战 速度很快 没过多久 卡尔喀布族的骑军 就把冲出去的明军 后路给断了 并且还在迅速包抄之中 光从这声势看 很显然 卡尔喀布族的骑军 占了绝对的优势 那支明军 就犹如在大海中的 一兽小船一样 随时会被海浪打没 这个时候 不知不觉间 杨四昌 也不再像之前那样 谈笑风声了 盯着远处的战场看着 他如此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所有人都盯着远处的战场 不少人的手 甚至握紧了 而不自知 忽然之间 在那片土灰色的海洋中 冒出了一阵阵地硝烟 犹如凭空而出 放了一个大大的烟花一般 紧接着 瓶瓶瓶 这声音 犹如爆炒栗子一般 突然传来 连连不断 那块土灰色的海洋 中间犹如被人挖空了一般 突然少了不少 看到这里 恶齐尔图不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对于这个 他其实比杨四昌还要有经验 杨四昌虽然是大军主帅 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领着大军 特别是火器为主的大军打仗过 理论上的东西 他懂 可真正开打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担心的 也因此 之前的谈笑风声 不知不觉间 就没了 而恶齐尔图 在此之前 是一直带着他的火器军队在打仗 对于他的对手 他也是很了解的 卡尔喀蒙古的三个大部族 一直在漠北那边 物资紧缺 不要说火器了 连铁器都不多 除了三个汉王直属的那些军队外 普通牧民的箭支 还有很多都是骨头魔智而成 武器都这样 就更不用说盔甲之类了 刚才满贵所领齐军出击 恶齐尔图都看清了 装备精良 护甲都有 这就意味着防护到位 火器充足 特别是适合齐军作战的碎发枪和三眼冲 更是有不少 只是那么一会 他大概看出 满贵所领齐军中 汉族将士擅长火器 因此 手中多火器 而蒙古族将士擅齐射 因此 他们的手中 则多弓箭 对于如今财大气粗的民国来说 军中自然不可能有骨质箭头 厄齐尔图正是看到了双方在装备上的差异 他才会知道 此战 明军必胜 满贵肯定是会仗着军器精良 大量杀伤敌人 而后不会练战 撤回本阵 事实上 厄齐尔图的作战经验确实丰富 满贵就是这么个想法 依仗着手中军械的精良 当场给了敌人一个重击 暴击在趁着当面部族慌忙退却的时候 又猛地咬向左边包抄过来的另外一个部族 当频频频地火器声音响起的时候 定然盖过了如雷的马蹄声 也打得那些嗷嗷叫的声音不复存在 战场之上 就见满贵领军左突右杀 而他们前面的对手 虽然比他们人多 可却纷纷往后退 不敢再与他们交手 小半个时辰之后 满贵看到火器消耗差不多了 就又领军杀了回来 而卡尔卡三个部族的旗族 却不敢追杀 反而更像是远远地护送了 他们一程 就撤了回去了 见此情况 不管是留守的明军将士 还是为拉特部族的人 都不由得振臂高呼 热烈欢迎凯旋 大名万胜 满贵前来绞令之时 杨四昌捋着自己的额下长须 笑着道 卡尔卡部族 君无战兴 器械不如我君精良 而钟永伯 又为我大名猛将 此战不胜 天理不容 哈哈 听到他这话 厄切尔图也跟着笑了 不过他心中却有隐忧 以他这几年的打仗经验 他自然知道 虽然明军赢了一场 可却不能决定 这次战事的最终胜负 明军军械精良 可也依赖后勤 万里来源 粮草物资更是不会多 这接下来的战事 不好打呀 第1182章 当野人灭了 厄切尔图却不知道 他对面的那三位 卡尔卡不住的韩王 比他还发愁得多 吐蟹图汉滚步 扎萨克图汉诺尔布 和车臣汉朔磊 收兵十里 远远的扎营 三王相见 都没什么好脸色 最终诺尔布叹了口气道 今日总算知道了 火器乃是民国 传给厄切尔图的 厄切尔图都能用得那么好 就不用说明军了 猝不及防之下 我的族人 损失惨重啊 是啊 那满贵打仗 也胡了个疯狗一样 咬了你还不算 又冲我来咬了一口 我的族人也是损失惨重啊 滚步同样叹了口气 愁眉苦脸地说道 朔蕾看看他们两人 没好气地说道 我有眼睛 我能看到的 损失能有多少 关键是我们的士气 被满贵这么一搞 给搞没了 听到这话 诺尔布当即就不乐意了 瞅着他说道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族人死了那么多 你没看见 眼瞎了吗 最多死伤一千来人 差不多就这个朔 朔蕾毫不犹豫地说道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关键是要打赢这一仗 诺尔布这边 迎面和满贵所领兵马相撞 是被明军第一次用火器 轰击了的 不过到底两边人马都是骑军 虽然参战人数众多 可死伤还是有限 要是步军集团作战的话 那死伤就不止一千来人了 而满贵这边 因为有了诺尔布的例子 他们对明军的火器 有了防备一些 死伤就更少了 不会超过三百也因此 朔蕾才有这么说 满贵听到朔蕾这话 也不乐意了 声音有点高地质问 他说道死的不是你的族人 你当然不会心疼啊 明军杀回去的时候 你的人为什么不拦截一下 满贵那疯子 领军往回杀 这个时候谁要拦他 估计死伤惨重 朔蕾说到这里 又意识到 好像这样说也不妥 就立刻补充道 要是剩余明军前后夹击的话 肯定死伤惨重 我这不想着 从长记忆嘛 虽然他说的有理 可问题是 另外两家死人了 他没死人 这让另外两家心里很是不愤 都没给朔蕾好脸色看 大帐内 一时谁也没说话 就都沉默了 或者是朔蕾能理解 其他两人的心情 想了一会后 主动开口说道 沙俄人也有很多火器 或者说 更西边的那些蛮人 也多用火器了 这个火器有一个缺陷 就是装填不易 且消耗火药严重 我们可以围着明军 不和他们正面对上 骚扰他们 只要把他们的火药耗没了 甚至把他们的粮食都耗掉 那这场战事 最终的胜利者 必定是我们 其他两人也不是小孩子 不会一直置气 听到他这么说 认真想想 都是点点头 不管是火绳枪 还是那种自身火枪 都是要装填的 可两边都是骑军 速度很快 这装填的速度就不够巧了 如果把明军的火药耗得差不多 再加上火器装填速度太慢 那明军就等于 没有了火器优势 这边用人海 就能淹掉明军了 最终 三家经过商量之后 决定利用他们的优势兵力 对明军为而不打 只是骚扰 不让明军有放松的时候 更关键的是 不让明军能够有撤回关内的机会 要把明军拖死在草原上 三个部族 轮流上前虚晃一枪 要是哪个族不小心被明军咬上 其他两族就去攻打明军本阵侧应 反正一个宗旨 不让明军轻松退军 一直到粮食物资耗尽 其实 草原上的明族 玩这一招 是很在行的 骑着马 犹如狼群一样围着你 不时试图上来咬一口 不让你有休息的机会 骚扰多了 耗掉对手所有的精力 军需和粮草 然后就会一拥而上 草原上 一望无盈 除了实力硬拼之外 基本上没有多少阴谋诡计可以用 而卡尔卡三族 会用什么手段 鄂齐尔徒用脚趾头 想想都知道 因此 第二天 他见明军还是驻扎在天山脚下没动 最终就不管自己需要好好养伤 连忙去求见包头巡抚了 大帐内 杨四昌笑呵呵的一见面 便询问鄂齐尔徒的伤势 很是关心 但鄂齐尔徒没这个心情 敷衍一下后 便脸色严肃地问道 忠诚大人 不知大军接下来如何行止 为了强调事情的严重性 他不等杨四昌回答 又急忙把他所想的那些 卡尔卡布族最有可能用的应对之策说了一遍 而后带着一丝苦口婆心的意味 提醒杨四昌道 忠诚大人 应该没有经历过草原战事 这和中原之战完全不会相同 双方拼的就是实力 我敢保证 卡尔卡诸布 肯定是这样打算的 敢问忠诚大人 大军驻扎不动 可是还有后续援军到达 虽然厄齐尔图已经非常明确地提醒了 可杨四昌却依旧笑呵呵地并不以为意 他回答厄齐尔图道 西晋援军只有本官这一路 不过大汉不用担心 在朝廷新的旨意没有下来 没有对威拉特诸布正式整编之前 厄齐尔图的大汉头衔就还是在的 厄齐尔图听到杨四昌说 西晋援军只有他这一路 顿时就急了 不过他还没说什么 就听见有亲卫在门口禀告道 忠勇伯求见 杨四昌听到便没往下说 而是连忙吩咐道 进来 厄齐尔图心中却是一动 看样子 好像忠诚大人对草原战法并不以为意 但是 满贵是蒙古人 他从小打仗出身 是绝对知道草原上战士和中原的不同 他肯定能明白自己的担忧 因此 他决定等满贵进来之后 再来说这个事情 只见满贵大步而入 看到厄齐尔图在 微微点头招呼下 而后抱拳 向杨四昌行礼道 禀大人 差不多已经搞清楚了 一听这话 杨四昌不由的大行 连忙站了起来道 地图 他身边的亲卫 立刻挂上一幅地图 而后满贵大步上前 看了一挥地图之后 就拿起一支毛笔 开始在那幅地图上画圈圈 厄齐尔图看得很是好奇 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 连忙也走过去看 他稍微观看了一会后 忽然吃了一惊 这地图怎么看 怎么像墨北的地图啊 忠诚大人和满贵两人 远在天山脚下 却不好好想着 打赢眼前的这一仗 反而在琢磨墨北的地图 这是什么意思 要说杨四昌 要领军打败眼前的敌人 再指导墨北 卡尔卡三族的老巢 打死厄齐尔图 他都是不幸的 可除此之外 又没有别的解释 那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想着 满贵已经停笔 而杨四昌审视了一挥地图后 转身对厄齐尔图 笑着说道 大汉 你和墨北三族也多有交手 他们在墨北的老巢 应该也能知道一二吧 你过来看看 是否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呢 听到这话 厄齐尔图回过神来 不由得更郁闷了 没想到 他们两人 还真是在打墨北的主意 要是忠诚大人 不知道草原战法 以为可以领军指导墨北的话 满贵会不清楚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你怎么 就在瞎胡闹 他深吸一口气 正想劝劝眼前两位 先打好眼前这一仗时 满贵已经先开口说道 我抓的那些卡尔卡族人 半天说不出一个屁来 虽然花了那么多时间 感觉是差不多了 但到底对不对 大汉也来说说 这样也能尽量准确一点 昨天的一战 满贵抓了一些 俘虏回来 而后就一直在审问墨北的情报 那些俘虏也不是什么硬骨头 多折磨一下 就什么都招了 但关键是 他们说的不清不楚 或者 让他们自己回去的话 他们大概知道怎么走 可要是说 就不容易了 一望无垠的草原 沙漠 戈壁 到那里再怎么走 口水费了不少 又担心 他们是乱指路 需要多个口供核对 才一直忙到现在才有结果 听到满贵也这么问 恶奇尔图不由的心中一叹 而后深吸一口气 脸色严肃地说道 忠诚大人 钟永伯 我以为 我们当务之急 是要打好眼前这仗 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的事情 还是先放一放得好 他现在是大汉的身份 还有资格能在这里说上一说 为了一棒子 打醒眼前的两人 他甚至都不惜话说得重了一点 毕竟就算话说重 得罪了他们两人 也好过全军覆没吧 听到他这话 满贵和杨四昌对视了一眼 不由的都笑了 特别是满贵 那满脸的胡子 也掩盖不住他的笑意 就咧开嘴在笑 那笑着的样子 有点见 让恶奇尔图有一种冲动 正想上去甩他一个耳光 还笑得出来 最终还是杨四昌微笑着说道 大汉 刚才本官说过 西晋的援军 是没有了 但不等于 朝廷就没有其他援军了 听到这话 恶奇尔图不由的愣了下 什么意思 转头看向挂在那里的漠北地图 他忽然回过神来 不由的脸上露出大喜之色 皇上已经派出了五万规划齐军 由红总督统领北上 辽东军也有一万余齐 同样北上 此战不战则罢 既然打了 就会把漠北三族 离亭扫学 全部给灭了 而后大军 从漠北开往西域 再在这里 歼灭漠北三族的余部 杨四昌笑着说到这里 看到恶奇尔图惊喜万分的表情 又继续补充道 因此 本官领道的旨意 是接到大汉所部之后 就在这天山脚下扎营固守 拖着卡尔卡三个部族的兵力 顺便向红总督 提供更详细的漠北消息 如果换成别的军队 就算这样 也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毕竟这么多路大军分别行动 互相无法通讯 要是北上漠北的军队耽搁搁了 找不到卡尔卡诸部的巢穴 又或者 去漠北的军队 在疲惫之时 刚好遇到了这里三万多旗军回去 在漠北的地盘上 到底谁胜谁负都不一定 可是 这一切 在明军这边 却是不存在的 厄齐尔图看了看杨四昌身边的那个锦衣卫 有这样神奇能力的人在 不但能知道 漠北那边的战况如何 还能从这边抓了卡尔卡各族的人 把军情禀告过去 草原虽然一望无影 可还能挡得住 如此神奇的明军 都说碎发枪是大明的军国重器 可实际上 这些具有匪夷所思能力的场位 才是大明真正的军国重器 才是大明的王牌 明白了怎么回事的厄齐尔图 那真得是惊喜万分 这时的他 才明白 为什么忠诚大人一点都不急 为什么满贵也会跟着胡闹 原来都是 自己想错了 大明一开始就张开了一张巨大的网 要把卡尔卡布族 全部一网打尽 如此一来 魏拉特诸布的仇 很快就能报了 这么想着 厄齐尔图二话不说 立刻扑到那张墨北地图面前 仔细看了满贵最新标注的情况后 他又立刻开始指点 说这地图的什么地形不对 那里也可能会有卡尔卡布族的人 还有卡尔卡布族的人来突袭威拉特 那他老巢那边 又可能会有什么布置等等 反正是厄齐尔图能想到的 都视无巨细地 说了个一清二楚 游牧民族的一点凡人的地方 就是他们居无定所 对于明君来说 哪怕他们是坐拥兼成 也好过他们到处跑来跑去 如今 在满贵和厄齐尔图的通力合作之下 这张墨北地图上 大概标出了墨北三族 可能游牧的几个地方 三个人看看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就由一边的场位拍照 上传聊天群中的草原之战临时群中 不管是红城仇这边 还是卢大那边 又或者是在京师的几个大佬 包括崇祯皇帝和董兵法的几位 都能看到情况 这时候 崇祯皇帝忽然发现 墨北三族中 有一处可能的游牧之地 似乎离大明很远 但是 这附近 刚好大明有人在 于是 他立刻私聊了李自成那边 向他做出了指示 西伯利亚 虽然这时候 已经到了夏天了 可这里 还是有点冷 不过 对于李自成所部来说 真不要太暖和了 一年多在西伯利亚的经历 一千来人的骑军中 哪怕多是蒙古人组成 可照样检员比较严重 如今这支队伍 已经只剩下了七百来人 其他人 真正和沙俄打仗而战死的 其实就一百人不到 一如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 崇祯皇帝所交代的一样 他们最大的敌人 就是老天爷 至于沙俄人 这一千来骑 遇到沙俄人 只要一拥而上 基本上百分之百解决 因为 在这极北的严寒之地 又离沙俄本地有万里之遥 能到达这里的沙俄人 也就百把人而已 遇到最多的一次 都不会超过三百人 不管是人数 还是装备 都是李自成的军队占优 更为关键的是 明君知道 有沙俄人在这里活动 而沙俄人是 不知道有明君北上的 出其不意之下 在这极北之地 沙俄人逃走的都极少 得到了皇帝的旨意 胡子拉扎 有点野人倾向的李自成 顿时就激动了 他一边连忙召集众人道 大家听好了 收拾东西 我们准备南下 一听这话 他手底下的将士 顿时都大喜 纷纷问了起来 什么 我们要回去吗 可以离开这 鸟不拉屎的鬼地方了 李自成摇头道 皇上让我们去 摸摸卡尔喀不足的点 搞不好以后 不用再收拾 那些原始人和沙俄了 不管如何 卡尔喀可比他们富裕多了 也该让我们 好好吃上一顿了 以前的时候 崇祯皇帝让李自成 尽量避开卡尔喀族的人 再连卡尔喀族人都 不愿再去北方的地方乱逛 遇到土著就宣扬大明 告诉他们 你们以后是大明的人了 遇到沙俄 就二话不说 直接干账 这种事情 做久了之后 又是环境如此恶劣 他们都宁可去和卡尔喀打仗 而如今 他们如愿了 如今 他们也混成了野人一样 自信有这个实力 打小谷的卡尔喀人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 要是卡尔喀族人多的话 带他们去几北之地 逛着便是 如今 这几北之地 他们才是主人 几天之后 李自成便私聊 崇祯皇帝道 陛下真得猜得准 末将已经到达这里 确实有卡尔喀族人 而且还有不少 只是以末将的实力 怕是收拾不了他们 这情况 让李自成有点遗憾 否则的话 打下卡尔喀族人居住的地方 他们就能好好地改善一下生活了 崇祯皇帝一听 问了下基本情况后 二话不说 直接把李自成拉进了临时群里 并把李自成所发现的情况 标注到地图上去 而李自成被拉进去之后 一看情况 顿时就大吃一惊 他再怎么想 也没想到 皇上既然兵发几路 已经挺进末北 这大规模的末北战士 大明朝似乎只有在开国才有过吧 其中有一个箭头 离他所在 还不是很远 等退出群后 李自成便急吼吼地吼开了 所有将士 都给老子收拾干净了 要见娘家人了 一边说着 他自己也拔出一把匕首 开始割自己的落腮胡子 他娘的 别被这个娘家人当野人灭了 第1183章 大人要你事情 在这极北之地一年多的时间内 李自成这支队伍 一开始还会打理下个人卫生 剔剔胡子 尽量洗个澡 但到了后来 他们就放弃了 尿个尿都只能躲在屋里尿的地方 还想洗澡 只有遇到那些土着居住的地方 他们才能洗个澡而已 可这种鬼地方 一年能遇见几回土着居住的地方 一个个胡子拉扎的大明将士们 听到李自成的吼声 看到他自己亮出匕首来割胡子 顿时 他们就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大人 什么娘家人 是陕北有人过来了 大人 该不会你看中卡尔卡族哪个女人了吧 李自成把割下的胡子伸手一扬 丢在空中 也不管这些胡子 会不会丢同伴身上 笑骂他们道 你们这群蠢猪 我们的娘家人自然是大明同袍了 都给老子收拾干净了 否则真被兄弟部队看扁了 什么 兄弟部队 大人 您说有兄弟部队来代替我们了吗 该不会其他明军 要来打这里的卡尔卡不足吧 不会吧 这么远 打这些卡尔卡不足 基本上 所有人听了都很吃惊 他们大部分都是蒙古人 长这么大 还从未听说过明军会来这么远的地方 毕竟上一次明军讨伐漠北 那可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李自成一听 当即笑着对他们说道 皇上英明神武 雄才伟略 连几北之地都让我们去了 你们说 这卡尔卡 还能游离王道之外 我们大明以前在成祖时期 就有五正漠北 只是很可惜 一直没有征服 如今好了 漠北卡尔卡族 肯定逃不过这一劫了 他的手下听了 都很惊喜 于是 他们一边纷纷学着李自成 开始收拾自己的胡子 一边又高兴地议论了起来 自己所在国家的强大 话里话外 自然就无比自豪了 李自成刚收拾完自己的胡子 准备进入聊天群 再仔细去看看这次战事的情况时 忽然有一名手下匆匆来报 大人 有情况 什么情况 李自成一听 顿时一惊 连忙问道 其他正在忙碌的明军将士 也吃了一惊 都停止了手中动作 来人禀告道 那卡尔卡部族里面 好像有个年轻的女人 抢了马逃跑 往我们这边来了 身后有十来个人在追 一听这话 李自成看看自己的手下 当即毫不犹豫地说道 放过来 都抓了 看看什么情况 几百人埋伏十来个人 想要抓人 轻松得很 没多久 李自成就进入聊天群 在临时群中禀告道 陛下 这个卡尔卡部族的地方 有好多被掠来的 威拉特部族女人和小孩 另外 卡尔卡部族 似乎还抽掉了兵力 吸尽了 崇祯皇帝听了 想起一事 便又吩咐李自成 让他审问抓来的 卡尔卡部族的人 看能不能问出 其他卡尔卡部族的游牧点 毕竟虽然自己派出了大军 可漠北还是太大了 这几万大军进入漠北 其实还是不够看的 情报越详细 能突袭的点越多 漏网的卡尔卡族人 就会越少 这时 那威拉特族的女人 简直已经绝望了 她不甘心 从此成为仇人的一员 看到机会抢了马就跑 哪怕饿死在极北之地 也在所不惜 没想到 又落入了一群野人般的明军手中 看着一群又一群的明军 围着他看热闹 哪怕他知道 明军似乎和自己不足关系还不错 可也绝望了 正在这时 忽然就看到 那名明军头领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笑容 很是和善的样子 就蹲在他眼前 用不怎么流利的蒙古话说道 我放开你 你不准跑 懂吗 看到这个情况 顿时边上的明军将士就起哄了 大人要你事情呢 看上你了 我们大人还没有夫人呢 便宜你了 李自成一听 心里觉得这女人还不错 长得可以 还如此劣性 不过表面上 他还是瞪了他们一眼道 别乱叫 魏拉特蒙古诸部 如今已经是我们大明百姓了 自己人 对 自己人 大人 我们听到了 自己人 李自成一听 懒得理他们了 郑瑟对那女人说道 如今 我们大明包头巡抚 已经领兵到达天山 救了你们厄齐尔图汉 和其他族人 你们厄齐尔图汉 已经下令 魏拉特蒙古 从此内附 成为我大明中的一员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 那女人忽然对她说道 不用说这么多假话来骗我 只要你能帮我们报仇 我就跟你睡 李自成一听 傻了一下 心中想着 我说的是真的好不好 她的那些围观手下看到了 虽然他们知道 李自成说的应该是真的 可此时的他们 顿时都起哄起来 反而搞得好像李自成 就是想要这个女人 而编了一堆假话 把李自成给气了 当即大声驱赶他们道 滚滚滚 本将在说正事呢 都给本将滚 端起了架子 把手下人都赶走了 她想解释 可看那女人看她的眼神 想了下 就算了 放弃了解释 仔细问她 一路被压来墨北的情况 这女人对于这些问题 倒也没有抗拒 当即一五一十地说了 而且说到后来 心中也有点疑惑了 不知道 这人问她这个情况 还问得这么详细 到底是什么意思 问到最后 李自成想了下后 对她说道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你看着好了 这几天内 至少这里的卡尔卡不足 很快就会被我们打下来的 那女人一听 看着她忽然说道 你说的要是真的 我以后就跟了你 李自成一听 愣了下 这是以身相许 看到她这样子 那女人似乎有点误会了 便又连忙说道 我是杜尔伯特 部组长的女儿 因此 那些卡尔卡族人 没有动我 还在等他们汉王回来 再处置我 也是如此 我不甘心 才想着逃跑 有的时候 身份这东西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却也能给人加分 李自成一听之下 感觉这女人 似乎长得更漂亮了 不过 听说是 杜尔伯特部组长的女儿 她也不敢隐瞒 便连忙进聊天群去禀告了 崇祯皇帝一听 心中一动 想着 这个好啊 魏拉特蒙古内府 那就让他们多和汉人结亲 这样一来 关系岂不是更加紧密 于是 她立刻做了指示 这一下 轮到李自成又傻了 皇上怎么也这么不靠谱 竟然直接给自己许婚了 想到这里 她老老实实地对那女人说道 我是陕西人 以前在家有过一个媳妇 不过没了 也没孩子 她正说到这里 忽然就听到 边上轰的一声 原来是她的手下 一直徘徊在附近偷听 听到了她这话了 大人在自报家门 求婚了 大人 我们支持你 一年多在这极北之地的相处 让李自成和她手下的关系 远超内地的上下级关系 这个时候 有点肆无忌惮地说话 让李自成有点恼了 冲他们大声喊道 你们懂什么 刚才皇上赐婚了 都给我滚 滚远点 难得有件热闹的事情 她的手下还都嘻嘻哈哈的 一点都不怕她 李自成有点无奈 转过头 看着面前的女人 无奈地说道 刚才我说的 都是真的 皇上知道了 给我们俩赐婚了 好吧 就知道你不会信 李自成心中想着 有点无奈 让事实说明一切吧 反正你是跑不了了 皇帝赐婚了的 没想到 这次北上 还能娶个老婆回去了 两日之后 最近的辽东军赶到了这里 当一条红线出现在事业中 并且越来越大 最终 一个个穿着鸳鸯战袍 威风凛凛的明军将士 驾战马 冲向喀尔喀部族的时候 李自成转身对身边的女人说道 看 本将没说错吧 愣了一会神 这女人回过神来后 眼神中都是狂喜 她实在没想到 原来这人说的都是真的 明军竟然会出现在这漠北之地 那岂不是说 西部蒙古那边的事情 也是真的 还有 还有 她说 皇上赐婚的事情 也是真的 这么想着 这女人忽然一下 抱住了李自成 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脸上飞着红云 躲开了 李自成顿时陷入呆滞之中 但她的手下 却又轰的一声 笑开了 大人 怎么样 我们蒙古女人敢爱敢恨 感受到了吧 大人 夫人这是接受你了 还不快赶上去抱抱 就在他们的起哄声中 一万多辽东军 犹如风卷残云一般 从喀尔喀部族的聚集地席卷而过 战事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抵抗 就结束了 而后 卢大领着辽东郡 立刻又去攻击领境的 喀尔喀部族聚集地 这么匆忙 按照她对李自成的解释 这是大明北方最后的大战 不多力点功劳就傻了 而李自成这些骑军 则是随军在后面 在她媳妇的帮助下 组织了威拉特部族的女人和小孩 帮着她一起勘压俘虏 运送战利品 这个时候 其实不只是在这里 包括红城仇所领的规划军 也分成了几路 非常有目的性的攻击 墨北喀尔喀部族的聚集地 在情报的支持下 通过聊天群的统一指挥下 广阔无边的墨北 似乎又变得很小 一路陆地明军 犹如离亭扫穴 横扫了整个墨北 除了有小部分人逃脱之后 几乎整个墨北三族 都被连根拔起 而此次墨北作战目标 还不止如此 他们还必须尽快赶往西域 解决那边的 喀尔喀部族剩余的军队 而此时 喀尔喀部族的三位韩王 压根还不知道 自己的老巢被端了 此时的他们 欢喜之中又有点纳闷 就听吐蟹图寒滚部 对其他两人说道 你们说 这民国的巡抚 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 竟然待在天山脚下不走了 是啊 我也想不明白 难道他就不怕粮草断绝 扎萨克图汉诺尔布 也是疑惑地说道 车臣汉朔伟同样纳闷道 就算这巡抚不会打仗 那蛮贵呢 那疯子 不要看打起仗来有点疯 但其实也很精明的 和那些沙俄蛮子 有得一比 能不能别提沙俄蛮子了 滚步一听 声音顿时大了一点 明显对之前被沙俄人 坑了的事情 还是耿耿于怀 其实也难怪他们 一直以来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 成吉思汗的后代 曾经也是征服天下的民族 那些沙俄 简直就如同未开化的蛮人一般 也只有他们 对极北之地都感兴趣 可就是这样的人 结果是狠狠地耍了他们一次 如何能不弃 说了一听 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当即转移话题道 你们说 该不会明君在等援军吧 这好像也不可能 诺尔布皱着眉头说道 我们都已经 往东边老远派出了探马 没见有民国援军啊 这个问题 确实伤脑筋 他们三人 都不是傻子 明君一直不走 从表面上来说 应该是他们最乐意看到的 可是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明君不走呢 明君统领 又不可能是傻子 粮食吃完了怎么办 想了一会 还是无解 最终 滚布忽然问道 该不会是他们 在继续等着 威拉特部族 参与到这里来会合吧 这些天来 他们一直等在这里 消息传出去后 也确实有不少 老鼠般的威拉特族人 钻出来会合了 那什么意思 诺尔布听了 还是疑惑地说道 该不会是他们 想凑到足够的兵力 再和我们一决胜负吧 想来想去 好像还真有这个可能 威拉特蒙古 是有四个大部族组成 虽然之前突袭 被他们和沙俄人杀了不少 可剩余的人数 加上明君的话 搞不好都能凑到两万人去 如此一来 双方的兵力 就不是那么悬殊了 想到这里 滚不得已地笑了 他们该是没想到 我们已经从漠北调兵过来了吧 滚不得已地笑装 我已经从漠北调兵过来了 我已经从漠北调兵过来了 我已经从漠北调兵过来了